回到一号堡垒 林墨宇重新戴上了面具 换上了赤火的模样 朱祁武看着好笑 你小子也有怕的时候 林墨宇摇头 准确地说是怕麻烦 看来这件隐匿面具 用得挺熟悉 这样也好 有的时候 你确实要高冷一点 不要轻易 露面 保持点神秘感 对你有好处 林墨宇点点头 我懂 朱祁武呵呵一笑 你又懂了 我保持神秘感 您再帮着宣传一下 把我的事迹公布出去 这样可以收获更多的信 感知力 林墨宇把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朱祁武不置可否 并没有承认 也没有反驳 林墨宇知道自己说中了 世人便是如此 你越是低调高冷 别人越会觉得你足够神秘 反而会对你有所仰慕 当你整个人 所有信息都暴露出去的时候 反而会适得其反 朱祁武带着林墨宇 来到了堡垒核心 战争集中在 56784座堡垒区域进行 一号堡垒位处边缘 并没有受到影响 只是按照战时的要求 增加了防御力量 堡垒外面 有数支大军在不间断巡逻 堡垒内也开启了警戒阵法 只要有敌人靠近 第一时间就会被感应到 核心处 科员军早早就接到了朱祁武的传信 等候多时 此次整个行动 虽然经由林墨宇口述 最终还是要经过人黄网络的判断 林墨宇的杀敌记录 都在战场令台里 人黄网络会自动进行审核 然后结算出相应军功 如果真如林墨宇所说的那样 光是击杀三位神尊 就是大量军功 科员军带着二人在堡垒中穿行 来到了堡垒中心 林墨宇曾经来过一次 并不陌生 堡垒中心里 有一张巨大圆桌 长度超过十米 可以坐不少人 朱祁武很自然地走到正位坐下 对着科员军道 开启阵法吧 科员军恩了一声 随手挥出个符文 复杂悬崖的符文 在屋内闪烁发光 迅速便大落在了桌子上 桌子中央顿时浮现一座疗法 随后一颗直径超过一米的巨大玉球 从台下升了起来 玉球闪闪发光 上面同样浮现出大量符文 这一刻 林墨宇感觉人黄网络的气息 变得浓郁起来 人黄网络虽然笼罩着一号堡垒 但其强度比起人族星域 是远远不如的 强度不同 也代表人黄网络的能力不同 在一号堡垒里 人黄网络只能保持着一些 最基础的功能 在一号堡垒里 林墨宇就无法随时进入 人黄网络的虚拟世界 无法前往人黄修炼场 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人黄网络才会集中加强力量 开启一些没必要的功能 比如林墨宇上次语言打擂台 人黄网络就会加强力量 提供虚拟世界进行观看 但是同样的 代价就是收取积分 提升力量是有代价的 但这一刻 林墨宇有种回到人族星域的错觉 人黄网络的力量变得十分强大 显然 这么做也是有代价的 整个阵法运转 会消耗堡垒里的能量 只是这种消耗 堡垒承受得起 朱奇武说道 把你的战场牌放进去 林墨宇一眼 把战场牌放在桌上 阵法拖着战场牌飞到中央 接着一道光束 直直地照射在战场牌上 阵法开始运转 战场牌熠熠生辉 紧接着 一幅立体的画面 投射到了桌面上 画面中出现了一颗奇异星辰 这是8-88号区域的奇异星辰 林墨宇微微一愣 他甚至在奇异星辰上看到了自己 没想到战场牌还有这样的功能 竟然把四周的影像都记录下来 和留影视的功能一样 战场牌里 似乎蕴含着不小的秘密 此时朱奇武呵呵笑道 别猜了 战场牌没有记录影像的功能 它只能记录一些基础 延期 你所看到的是人黄网络 根据这些基础信息 重新推演出来的画面 林墨宇恍然大悟 竟然是这么回事 难怪要增强人黄网络 原来是要让人黄网络干这种事 根据基础信息 重新推演画面 还原整场战斗 需要用到的力量十分庞大 画面中 奇异星辰在发光 然后就没有然后 只是在发光 林墨宇意识到朱奇武说的没错 战场牌记录 只是一些基础的信息 人黄网络 在根据这些基础信息 推演出当时的画面 但也仅是画面 人黄网络 不可能推演出奇异星辰的真正变化 同时人黄网络也不可能知道 林墨宇获得了什么机缘 在画面中 奇异星辰在发光 星辰上的林墨宇气息 正在逐渐变强 渐渐在提升 画面是快近的 一天时间在这里也就几分钟 林墨宇在几分钟后 已经达到了神王2 战场牌记录下了林墨宇的升级 只是不知道 他是如何提升级的而已 人黄网络不知道 朱七五却清楚 林小子 你从奇异星辰里 获得了不少好处啊 林墨宇说道 有所领悟 您应该查看过 我在朱雀星域里的记录吧 朱雀星域里也有 这样一颗星辰 当时我有过上报的 朱七五确实查看过 林墨宇当时确实在朱雀星域里 依靠着奇异星辰提升了境界 十几分钟后 林墨宇的境界再度提升 达到了神王三阶 此时画面中 三族联军到来 悬赏榜前十的人来了九个 万军联军 三名神尊 柯元军微微皱眉 这种场面 他只看了一眼 都感觉到头疼 三名神尊的修为 虽然远不如他 可他把自己带入林墨宇 若是以神王三阶的能力应对 自己必死无疑 而且虚空被锁定 传送道具无效 想逃都逃不了 他不知道林墨宇是如何应对 如何反杀的 他不知道林墨 前好的宇的真正实力 不懂林墨宇的那些变态术法 所以想完全想不到应对之策 只有朱祁武说道 小子 杀得爽吗 林墨宇此时也坐了下来 还行 画面中 林墨宇离开了奇异星辰 战斗一触即发 战场牌似乎没有记录声音的能力 林墨宇不知道是真的没有 还是人皇网络并没有放 出来 而且战斗的过程 也不是完全准确 只能说 准确度达到了八成以上台 不过这样也足够了 基本上能还原整场战斗 接下来 柯元军欣赏到了一场 叹为观止的战斗 林墨宇全身带着金光 一拳又一拳 硬生生砸死悬赏榜上的那些神王 而且这几个修 为境界都要比林墨宇高 直至最后 林墨宇召唤骷龙王 击毁战阵 秒杀三位神尊 柯元军已经被震得说不出 心里震震发毛 这真是人能做出来的事 柯元军心里发毛 不时看向朱祁武 他觉得 是不是朱祁武给了林墨宇什么宝物 才让林墨宇完成逆杀 可惜朱祁武什么表示都没有 他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信息 但这种事 又不好问 弄得柯元军心里如蚂蚁在爬 痒痒的不舒服 林墨宇看完了整个过程 心中对战场牌有了更深了解 战场牌确实会记录大量信息 人黄网络又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进行推演 最终还原当时为画面 画面确实还原了 但有些东西没办法远还 比如他的一些术法 骷髅王因为在人黄网络里有使用过 相当于过备案 人黄网络已经有了骷髅王的数据 所以人黄网络可以准确还原 但像是尸体爆裂 在人黄网络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信息 人黄网络也就无从还原 特别是海谷地狱 在这次回放之中 根本没有海谷地狱的影子 三族联军最终怎么被杀的 不太清楚 画面中林墨宇放了一个术法 人黄网络并没能还原这个术法 显然这个术法不存在于 黄网络庞大的数据库中 诡异的是 林墨宇在放出这个数法后 就进入看戏模式 不再动手 三族联军 好像和无形830的敌人在战斗 然后被杀死 可以了 朱祁武发话 柯元军立即会议 停止了回放 画面消失 但阵法还在继续运动 对于林墨宇的军功统计 还在继续 并没有就此结束 不过接下来的是 已经不需要朱祁武和柯元军干预 朱祁武问道 你的新数法 看来很不错呀 林墨宇笑道 已会给您演示一下 朱祁武点头 也可以不演示的 这是你的秘密 林墨宇立即摇头 对您哪有什么秘密啊 他在心里想着 要是不演示 怎么满足您的好奇心呢 和朱祁武接触的这段时间 林墨宇可是看明白了 自己好奇心重 朱祁武的好奇心 可一点不比自己轻 可能到了朱祁武这个层次 对于大部分的事都已经知晓 世间上的秘密已然不多 正是如此 好奇心就越发地重了 何元军终于忍不住内心的疑惑 镇守大人 您是不是给了宝物 他一直在想 林墨宇到底是怎么杀死三位神尊的 怎么想 F bitch也想不明白 想来想去都觉得不可能 神尊哪有这么好杀的 而且还是秒杀 就算是他动手 杀三人不难 如果是要秒杀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朱祁武呵呵一笑 没有什么宝物 是林小子自己杀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柯元君 好奇心自己有就可以了 至于别人嘛 就不需要知道了 朱祁武又提醒道 这件事 你就不要对别人说了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如果有合适的 时机 林小子同样可以杀了你 柯元君豁然 抬头看向林墨宇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可以神尊七阶啊 真正的高阶神阶 比起那三人要强大得多 朱祁武竟然说 林墨宇可以杀自己 一个神王三阶杀神尊七阶 这不是天方夜谭 又是什么 可朱祁武的话 又让他不得不信 同时朱祁武话里 也有警告的意思 警告他不要对外说 同时也不要再问下去 阵法的光芒逐渐减弱 原本浮在半空的战场牌 重新落回到了桌上 朱祁武一年微动 战场牌自动飞回到林墨宇手中 可以了 人皇网络会进行最后的减证 等验证结束后 奖励会直接到你头上 走吧 老夫还有些要与你说 元君啊 记着刚才说的话 不要把林小子的信息泄露出去 还有啊 你的那个徒弟正在治 或许会有机会 最后两次 就是棒子和糖的意思 可元君也是活了上千年的人精 怎么会听不懂朱祁武话里的意思 当即应道 镇手 人放心 规矩我懂 朱祁武带着林墨宇离开了 来到了堡垒外的一处无人虚空 朱祁武大手一挥 无形的法侧笼罩而下 这片虚空便被封锁起来 林墨宇知道 朱祁武的境界已经达到神尊巅峰 距离突破神尊也只差半步 他的一些能 非普通神尊所能企及 举手投足间 已经有了一些 化腐朽为神奇的模样 神尊之上 那是另一个层次的世界 朱祁武已经有些触及了 如此轻描淡写 无声无息地封锁一大片虚空 一般神尊根本做不到 现在只剩两人 朱祁武说话也直截了当 你的新术法是什么 人皇网络都无法还原的术法 说明是全新的 从没有出现过的术法 朱祁武十分好奇 林墨宇面带微笑 手掌轻轻一压 海谷地狱顿时出现 海谷地狱笼罩着万米方圆的虚空 里面白骨遍地 灰色火焰从天上 从地下不断喷出 在海谷地狱里 一个个灰色的奴隶正在游荡着 在没有目标的时候 他们如同行尸走路 当有目标后 他们就会化身野兽 对敌人发动致命攻击 朱祁武感受着海谷地狱的气息 看着在海谷地狱 是四处游荡的奴隶 好奇心被勾动 嘖嘖称奇 这个术法有点意思啊 这些都是奇妙之灵吧 还有恶魔族 精英族 三银族的家伙 他们是术法模拟出来的吗 除了通体灰色 似乎和活的没什么区别 朱祁武只能看出术法的表面 但却看不到那里 林墨宇便把海谷地狱 与朱祁武大概说了一下 并没有说完 隐去了海谷地狱 能标记敌人的功能 在林墨宇看来 对敌人进行标记 才是海谷地狱最强大的作用 他不缺攻击手段 无论是亡灵军团 还是骷髅王 或者是尸体爆裂 其攻击性都远超海谷地狱 就算比数量 亡灵军团也能碾压 目前的海谷地狱 海谷地狱最强之处 就是可以对攻击进行标记 一旦被标记 就无法摆脱林墨宇的灵魂锁定 那样就可以用尸体爆裂进行招呼 虽然林墨宇引去了标记功能 但仅仅是其他的作用 已经让朱祁武感到震惊 竟然能把死人变成奴隶 这么说来 如果你能在里面杀死几个神尊 那你不是就有神尊保驾护航了 林墨宇说道 话虽如此 但有很多限制 首先海谷地狱困不住神尊 而且他范围有 就算把神尊变成奴隶了 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 这样一来 会大大削弱神尊的作用 还不如拿来当材料好 朱祁武点头 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细细感受着海谷地狱里的气息 眉头却忽然皱了起来 越皱越紧 朱祁武的眉头紧锁 拧成了八字 眼神极为复杂 不断打量海谷地狱 如此持续了数秒后 他开口道 海谷地狱 海谷地狱 连接着地狱 他似是自言自语 连接着地狱 连接着地狱 朱祁武口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双眼闭了起来 林墨宇并没有去打扰朱祁武 只是感觉好奇 不知道朱祁武看出了什么 当时他获得的数法信息里 确实是这么说的 海谷地狱的力量 来自真正的地狱 也正是借助真正地狱的神奇伟丽 才能把死人变成奴隶 但林墨宇却觉得 真正的地狱 可能只是一种形容 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地方 可看着朱祁武现在的模样 林墨宇不禁犯起了嘀咕 难道 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地狱 是恶魔族的地狱一些 林墨宇有些哑然失笑 觉得自己想的有些多 忽然间 一波奇特的气息 从朱祁武身上升腾 气息并不强烈 但很奇特 是林墨宇从没有见过的那种气息 林墨宇看到了一条细线 如烟如雾 细线在眼前飘摇 映照着星光 变换出各种形状 各种颜色 林墨宇眼中带着好奇 感觉这根不起眼的细线 似乎蕴含着极大秘密 细线在眼前不断扭动 最终缓慢地打了一个结 在完成打击的瞬间 整个虚空发生了一场 很轻很近的震荡 震荡之轻微 一般人根本感受不到 但是引发的反应 却十分剧烈 海骨地狱如玻璃般破碎 和海骨地狱一起破碎的 还有空间 虚空出现成密密麻麻的裂痕 随后砰的一声轻响 空间崩塌了 林墨宇浑身泛起紫光 眼神中除了惊恶 还有振振后怕 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灵魂世界 竖法恒星里的亡灵军团 集体崩溃 一连崩溃了六次 随后自己生死 直接触发了天赋 他心生了 那是因为他有天赋 如果换个人 此时已经死了 哪怕当时站在这里的是神尊 是科元君 也一样会死 刚才的攻击来得无声无息 比闪电还迅速 甚至可以说毫无痕迹 林墨宇连反应都做不出来 幸好 结果是连续的出现 林墨宇觉得自己除了死 别的他法 没被三族联军坑杀 却死在朱七五手中 那才叫冤 林墨宇看着朱七五 心想着 要不要离这家伙远一点 实在太危险了 嘿嘿 小子 老夫这招不错吧 灵魂中忽然响起 朱七五的声音 带着调笑 林墨宇豁然意识到 刚才那根本就是朱七五故意的 嘴角抽动树下 前辈 这样不好 朱七五呵呵一笑 你又死不了 老夫只是 试验一下 林墨宇苦笑一声 万一您失去了呢 朱七五睁开眼睛 眼中暴射出两道金光 失手 怎么可能失手 林墨宇不想和他继续争论 您刚才是怎么了 他清晰地感受到 朱七五气息发生了变化 他原本是神尊巅峰 是神尊中的最强者 但依旧是神尊境界 那种属于神尊的气息 十分明显 只是比所有神尊都要强大 但现在 朱七五的气息变得飘渺 附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一时间 林墨宇有些看不明白 心里有些猜测 感觉朱七五 好像领悟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朱七五黑黑笑道 老夫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一只脚已经踏进彼岸了 彼岸 林墨宇问道 彼岸是什么 朱七五此时心情十分不错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神尊之后是什么吗 那就是彼岸 但也只能说这么多了 很多东西 只有等你自己到了那个层次 自己去体悟 如果现在知道的太多 对你有害无益 反而会成为前进的枷锁 林墨宇似懂非懂 但已经牢牢把彼岸记了下来 林墨宇在心中默念 神尊之后是彼岸 口中朝着朱七五道贺 恭喜前辈踏足彼岸 得偿所愿 朱七五摇头 只是踏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还没有真正驾临彼岸 此次能有所领悟 也多亏了你的骸骨地狱 这份情老夫记下了 林墨宇摇头 晚辈可什么都没做 那是前辈积累身后 朱七五挥手打断了林墨宇的话 做没做 老夫心里清楚 有因有果 此次的事情 老夫说记下就记下了 他有些霸道 林墨宇也不再多言 求仙花 一位即将超越神尊 踏入彼岸的强者 说欠自己人情 自己开心还来不及 刚才其实也只是客气客气罢了 林墨宇也没想到 自己的骸骨地狱 竟然还有如此作用 其实想想 也是因为朱七五的鸡 累足够深厚 原本就只差一丁点 现在突然有所领悟 这一步就踏了出去 朱七五心情越发明媚 有多少老家伙 被困在这一步几千年 直至终老都没有踏出 和他们一比 老子这次算是赢了 等回去后 老子一定要好好笑话这些家伙 看看他们会是什么脸色 看看当年是谁告诉老子 这辈子都不可能踏足彼岸的 林墨宇静静听着 猜测朱七五口中所说的那些老家伙 到底是什么身份 能被朱七五称为老家伙的人 不仅要有实力 而且年龄也比朱七五指高不低 尤其是话里的那句 等回去后 回哪里去 不言而喻 自然是回神城 林墨宇想到了那位神秘人 估计就是真正踏灵彼岸的存在 而且在踏入彼岸后 就不能再随便入大世界活动 会有很多限制 佛族的古佛 也应该是相同的境界 所以 朱七五在踏入彼岸之后 需要去另一个地方 林墨宇问道 前辈何时要离去 朱七五摇头 还不好说 虽然我已经一只脚进入彼岸 但后面还需要一点时间 或许还要几年 几十年 也可能只需要几个月 但不管如何 在真正踏足彼岸前 我还有一些事要做 说到这里 朱七五身上 生起一股杀意 杀意凌厉如见 林墨宇皮肤 感觉有些生疼 杀意实质化 林墨宇也没想到 朱七五的杀意 竟然如此强烈 之前任何时候 朱七五都没有表现过 林墨宇意识到 朱七五口中所谓的事 应该是杀人 至于杀谁 朱七五原本战力就强 现在更是半只脚踏足彼岸 在那些大人物不出手的情况下 是 可还有谁挡得住朱七五 林墨宇朗声道 那就助前辈 朱七五却让朱七五放声大笑 好 心想事成 杀意更胜 化作无数利剑 斩碎虚空入 林墨宇回到一号堡垒时 还在回想着刚才那一幕 朱七五在无声无息中 轰碎了星空 已经完全超越了神尊境 神尊也拥有打破虚空的实力 但那是在神尊全力以赴的情况下 才能完成 甚至一些实力稍弱的神尊 只能把虚空打出一些裂痕 可朱七五 却是轻描淡写 不带丝毫烟火气地做到了 两者间的差距不言而喻 林墨宇相信 在这片战场里 朱七五已经无敌 很难找到第二个 能与之抗衡的敌人 除非上面的大人物出手 否则谁都别想阻拦朱七五 朱前辈接下来要去杀人 可是应该也会有所限制吧 限制必然是有的 否则那些大人物随意动手 早就乱套了 林墨宇在心中想着 走进了任务中心 他来交任务 交第四个战场830任务 同时接取第五个战场任务 第二个连环任务中的三部曲 第一部已经完成 杀悬赏榜榜前十的敌人一鸣 他杀了九 鸣超额完成 第二部 五个战场任务 还差一个 不会有什么问题 第三部 积累军功 这一部会在他离开战场时进行结算 其实连环任务 在林墨宇眼中已经完成了 只等自己什么时候离开战场 就是他也不知道 还会不会有第三个连环任务 每个修炼者接触到的连环任务 都是不同的 连环任务是为了进入神城 根据每个人部 私的表现 可能需要完成好几次连环任务 也可能只需要完成两次连环任务便足够 到底要做几个 由人皇网络决定 排着队 林墨宇来到了柜台前 柜台后的工作人员 是位清秀可人的女性修炼者 娇小的身材 可爱的容貌 像个洋娃 她很年轻 境界也仅有超神境 在看到林墨宇的时候 洋娃娃脸上露出惊慌 失口惊呼 你要做什么 显然 她被林墨宇此刻的容貌吓了一跳 准确地说 应该是被赤火的容貌吓了一跳 林墨宇顶着赤火的模样 露出一丝善意微笑 交任务 只是 她这丝自认为善意的微笑 要这位洋娃娃眼中 像是在呲牙咧嘴 比不笑时 更吓 洋娃娃努力冷静下来 意识到 这里是任务中心 对方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 嘟囔着 交任务就交任务 干嘛这么凶 林墨宇愣了一下 哭笑不得 自己有凶过吗 她把战场牌递过去 同时拿出了二十颗金盒 十颗灰色金盒 十颗白色金盒 洋娃娃接过战场牌 连通人黄网络 同时一道光束从屋顶落下 照射在林墨宇身上 人黄网络第一步 验证身份 洋娃娃露出古怪之色 咦 你怎么没有名字 在她看到的信息里 并没有显示名字 人黄网络隐藏了对方的姓名 这让她感到不解 没遇到过这种事 小姑娘很年轻 眼神不懂得掩饰 林墨宇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她似乎又被林墨宇吓了一跳 没 没什么问题 她是真怕了林墨宇的模样 迅速核对了其他信息 除了名字被隐藏 其他信息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她立即完成手续 把战场牌还给了林墨宇 连声道 好了好了 接过战场牌 林墨宇朝着洋娃娃咧嘴一笑 谢谢 洋娃娃感觉林墨宇要吃人 那张大嘴 太打太吓人 她赶紧说道 不客气 您走好 祝您一切顺利 说着客套话 那模样就像是宋温神一样 希望林墨宇赶紧走 在林墨宇走后 洋娃娃才松了口气 拍着胸脯 太吓人了 怎么会有这么吓人的家 感觉好像要把人家吃了 林墨宇心里觉得好笑 最后自己那咧嘴笑 就是想故意吓吓这个小姑娘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似乎对方的年龄 要比自己还大 自己现在 也就35岁左右吧 对方这个超神镜 怕是过百岁了 可是在心理上 自己确实不知道 比对方大多少 真是种奇特的感觉啊 自己算是人未衰 新鲜老吗 神王静 至少能活5000年 随着修为增加 境界提升 寿命还能更长 尤其像林墨宇这种 肉身也达到神王静 更成就了神王精神 寿命只会更长 她现在才35岁 连1%的生命都没活到 但是整个人的心态 却已经十分成熟 大世界里的人 35岁的时候 还在生命星辰上学习修炼 甚至都没有真正和人实战 更别说什么生死相搏了 在大世界的修炼体系里 只有达到超神镜后 才算是真正的修炼者 才会亲自体验到 世界的残酷灵 但其实有很多超神者 依旧只是执行着 一些简单的任务 被人皇网络保护得很好 并不知道什么叫危险 在林墨宇眼里 这种超神者 就像是没长大的孩子 想自己在30几集的时候 就已经在生死战斗了 眼睛第四个战场任务完成 要准备去做第五个战场任务 林墨宇等到了一座任务台 刚要开始寻找任务 忽然听到了熟悉的提示音 人皇网络传来了消息 完成击杀朱雀星域悬赏榜前十任务 奖励任务积分1万 超额完成击杀朱雀星域悬赏榜前十任务 奖励任务积分19万 贡献点2点 击杀三族联军 奖励军攻1 击杀三名神尊 奖励军攻10万 贡献点5点 军需点2点 一连4条信息跳出来 分别对林墨宇的任务和杀敌 进行了奖励 总计获得20万任务积分 11万军攻 7点贡献 2点军需 无论是任务积分还是军攻 都已经超过了普通任务的上限 林墨宇清楚 主要是自己做得太过完美 任务只要求杀悬赏榜前十里的任意一个 自己却一下子 把前十里的9个给杀光了 还剩下一个非蟒族的没来 如果来了 也一起杀了 这也1.6 直接导致朱雀心育人族悬赏榜 集体换人 那些原本排不进前十的 现在统统上升名次 也不知道那些家伙该喜还是该背 击杀三族联军 奖励军功1万 其实已经很多 军功的作用可远远超过积分 1万军功 顶得上几十万积分 击杀三名神尊 更是直接奖励10万军功 比起任务积分奖励 军功奖励更加丰厚 毕竟可是神尊啊 正常来说只有神尊 才能杀得了神尊 林墨宇凭一己之力 跨大境界 逆斩神尊 奖励自然丰厚 最后还有七点贡献 两点军须 已经体会到两者好处的林墨宇 深深感觉这两个奖励 比什么积分军功都要好 更加 实在 如果他愿意 现在就可以用一点贡献 外加一点军须 直接兑换出战神堡垒的仿制品 其价值难以估量 获得奖励之后 林墨宇通过人皇网络 查看自己的个人信息 林墨宇 荣耀一阶校尉 年龄 35 等级 神王三阶 灵魂 四品巅峰 潜力评价 传说 最高权限 四级 综合实力 小神尊 拥有积分 星号851850 拥有军功 178676 贡献点 12 军须点 3 人皇修炼场时长 3500天 掌控法则 不死法则 杀戮法则 雷电法则 林墨宇看着自己的信息 若有所思 军衔直接提升了呀 没有晋升任务吗 怎么会没有晋升任务 据林墨宇所知 军衔晋升 除了要满足军功需求 还要执行晋升任务才行 之前自己从士兵晋升士官的时候 就执行过晋升任务 这一次却是直接成了校尉 真的很奇怪 接下去继续查看着信息 林墨宇发现 人皇灵武网络 对自己的描述 还是挺正确的 自己的实际战力 确实只是小神尊 比起真正的神尊还差不少 人皇网络 并没有因为自己杀了三位神尊 就把自己的战力提升到神尊敬 估计其中也会有朱祁武的分析 自己的情况 朱祁武很清楚 任务积分已经达到85万 距离五级权限还有15万 五级权限需要100万的任务积分 这些积分对大多数修炼者来说 需要上百年 甚至几百年时间 通过上百个任务去完成 但是林墨宇仅仅用了几年时间 依靠一次次超额完成任务 获得额外奖励 得到了比 别人多几倍 甚至十几倍的积分奖励 按此下去 用不了多久 就能达到五级权限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人族中提升权限最快的修炼者之一 好久没查看自己的信息 此次看完之后 还算满意 嘴角微扬 露出要吃人的笑 自言自语 看看任务吧 还有最后一个战场任务 距离四星域大比 还有不到两年 应该来得及 打开任务列表 林墨宇寻找着任务 修为达到神王三阶 可以接取的任务 又变多了一些 其实神王境 就已经能接受大部分任务 受到的限制已经很少 之后修为继续提升 任务还会变多一些 可对于总量来说 已经属于少数 最低级的真神境任务开始 大量任务罗列在前 夹起来足有数万 林墨宇直接掠过了那些 真神境的任务 只看神王境的任务 一个个任务查看过去 所见到的任务 几乎都没有什么难度 其奖励积分 也是在一万至两万之间 积分往往和任务难度挂钩 在接取任务之前 虽然看不到任务的具体信息 通过奖励 只选择积分高的任务 任务列表大幅度变少 从几万个任务 变成了不到两百 在两百个任务中挑选一个 那就方便太多了 咦 这个任务的积分 竟然是未知 忽然林墨宇看到了 一个奇特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奖励积分显示 竟然是未知 积分未知的话 就代表着难度也是未知 任务是固定的 这就说明 根据完成情况的不同 任务奖励也会不同 没有下限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上限 任务执行的区域 是在9-58 第9号战区 距离中心的10号战区很近 是高阶神王活动的区域 这个任务 很特殊 眼前的任务 不仅没有具体奖励的积分 甚至连任务名字都没有说 给出的信息里 只说明了 任务区域是在第9战区 第58号区域 编号9-58 根据战场的编号规则 1-10号战区 其中 10号是最中心最为广阔的区域 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区域 一般来说 10号战区里活动的都是巅峰的神王 小神尊 以及一些神尊 而9号战区最靠近10号战区 里面危险性同样不小 属于高阶神王活动的区域 这个任务在9-58号区域 明显难度不会小 般来说 接这个任务的话 都是高阶神王 林墨宇只有神王三阶 确实有权限揭取这个任务 但一般不会去接 林墨宇也没有去接 最后一个任务 他不会随便乱接 这个任务可能关系到连环任务的总体考评 他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自信不是字 林墨宇不会随便乱来 锁定了这个未知的任务后 又找了一圈 找了几个后备任务 林墨宇离开了任务中心 走到通往交易中心的路上 路人纷纷对林墨宇侧默而逝 随后迅速避开 只要林墨宇投过去目光 大部分人会立即转投 他们不敢和林墨宇对视 尤其是一些女性修炼者 躲得比谁都快 又丑又凶 凶神恶煞事的林墨宇 在路上畅通无阻 很顺利地走进了交易中心 交易中心门前 原本还算热闹 在看到林墨宇的瞬间 一些人纷纷退开 让出通道 来到中央柜台前 见到了玉清 玉清依旧处于发呆状态 几乎她有一半时间在发呆 实在有些清闲 林墨宇轻轻敲了两下柜台 把玉清的思绪拉了回来 随后一声尖叫 从玉清口中发出 引来830无数侧目 林墨宇撇撇嘴 觉得自己用赤火的外貌 看过一眼绝对不会忘 当时自己也是牢牢记住 玉清一手捂着嘴 一手按着胸口 小脸略带苍板 林先生 您这是要吓死人家啊 林墨宇呵呵一笑 玉竹还在老地方吗 玉清点点头 在的 您直接去吧 好 林墨宇已经是熟客 静止走向后院 在后院凉亭里 玉竹收到了消息 知道林墨宇来了 当即把原来的茶全部换新 泡上冰茶 自从第一次被恒星金火烧过后 只要林墨宇来 玉竹就用冰茶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这句话在玉竹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林墨宇远远就闻到了 从凉亭里飘出的茶香 看到了亭中美人 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 在进入凉亭的同时 他收起了隐匿面具 恢复了本来容貌 玉竹轻笑道 还是队长自己的模样好看 林墨宇坐下来 接过玉竹亲手递过来的茶 开门见山 找你卖点东西 玉竹眼睛发光 真的呀 这次队长又有收获了 林墨宇喝了口茶 拿出几件东西 确实有点收获 三件储物法宝放在玉竹面前 玉竹美眸顿时争得老大 连声音都有些发颤 神尊敬 队长 你又杀了神尊 林墨宇轻安了一声 机缘巧合下 杀了三个 什么叫机缘巧合下杀了三个 有哪种机缘巧合 可以杀得了神尊 玉竹不禁白了 林墨宇一眼 队长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过分的谦虚 就是骄傲 林墨宇不以为然 实话实说罢了 把你的姐妹们叫过来吧 这次东西有点多 万名三族联军 每一个都是神王镜的精锐 身上的财物少到哪去 林墨宇眼光高 对于神王镜的材料他看不上 三位神尊的储物法宝 他已经事先找过一遍 并没有找到神尊镜的法宝和材料 再加上之前的三位神尊遗产 可以证明 神尊也不是个个都富裕 据说大部分神尊 都还在使用神王镜法宝 看起来一点不假 不止没有成品法宝 连神尊镜的材料都不多 即便有 也是那种比较差的神尊镜材料 用来召唤元素巫妖都不够格 不过林墨宇也怕自己看走眼 事先就和玉竹说好 如果有上架的材料要告诉他 由他快定卖与不卖 五位交易师被玉竹叫了过来 美女齐聚一堂 一双双大眼睛 都好奇地看着林墨宇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来了 每一次只有遇到超大规模交易的时候 才会由多名交易 逼一起行动 眼前这个模样好看的男子 每次带来的交易规模都超乎想象 如果不是有规矩在 他们也好想和林墨宇深度交易一番 林墨宇把形形色色的储物法宝拿了出来 只拿出了一部分 上万件储物法宝要是一起拿出来 能把这座凉亭赛报 凉亭里陷入安静 清点正式开始 件件物品从储物法宝里取出 然后扔进交易盘进行估价 几位交易师忙得不可开交 一刻不停 每当储物法宝少了一部分后 林墨宇就会重新拿出一部分 就像永远止境一般 而神尊的遗产 自然是交给玉竹处理 玉竹经手得很仔细 估价十分准确 整整两天后 无谓交易师总算完成了工作 带着些许疲惫 离开了凉亭 玉竹先是大大喝了口茶 这才说到 队长都算清楚了 两天时间 玉竹不吃不喝就没停下来过 此时也累得不轻 可是 他眼中带着兴奋 此次的交易积分额度 再度打破记录 从玉竹的神情中 林墨宇已经猜到结果 依旧波澜不惊 辛苦了 告诉我结果即可 玉竹说道 按规则 我们归了整 一共是三亿两千万积分 林墨宇点点头 这个数字 其实并不算多 毕竟是上万名神王进抢者 留下来的遗产 甚至 他还觉得有些少了 心里想着 这些家伙真的是穷 这时玉竹拿出一件物品 是一条手链 女士的手链 玉竹说道 这条手链 是我在神尊敬的储物法宝里发现的 放在一个角落里 横影 北 根据经验 我能判断出 这是件不错的东西 出自星空于人族 但具体什么等级 占无法进行判断 手链是由某种特殊的贝壳制成 上面刻有复杂的纹路 看上去十分精美 林墨宇能从手链上感受到不弱的气息 但气息模糊 同样无法判断出 是什么层次的法 但可以肯定 这确实是一件法宝 一件属于星空于人族的法宝 星空于人族的东西很特殊 就算被别的种族得到 都很难使用 那位神尊估计也是如此 得到后用步了 但又不舍得扔 最后就扔进了储物法宝的脚 洛里 这条手链玉竹 无法对其估价 所以就留了下来 林墨宇把手链收起 行 就交流吧 以后如果有缘碰到了鱼轻柔 可以把手链给他 毕竟 放在自己身上 毛用没有 交易结束 林墨宇获得了三亿两千万积分 身上的积分 总数达到了六亿六千万 玉竹眼情迷成了弯悦 队长 你绝对是所有神王中 最富裕的那个 不只是神王 比 其大部分神尊都要富裕 这么多积分 有打算购买什么材料吗 林墨宇微微一笑 有神尊性的法宝卖吗 玉竹小脸一僵 顿时没了效益 有事有 但六亿积分不够啊 就算我给队长打折也不 多呀 林墨宇哈哈一笑 开个玩笑 我想买一些资料 你们这里有的吧 其实林墨宇 也可以去问朱七五要资料 相信朱七五不会拒绝 但自己能做到的事 林墨宇还是想自己做 玉家里应该有各个区域的资料 而且 他们的资料渠道 或许和军方有关 就算不如朱七 五手上的详细相差 也不会太多 而且这些资料 十有八九是可以交易的 买卖交易原本就是玉家的老本行 林墨宇一开始倒是没想到 后来玉竹告诉他连情报 消息都可以买卖 他才想到这一点 玉竹说道 队长需要什么区域的资料呢 不同区域的资料价格是不一样的 如果 只是一些普通区域 人家可以做主送给队长 林墨宇漫不经心地说道 9-58号区域 玉竹先是一愣 然后露出惊讶 9-58号区域 队长你 也要接这个任务 林墨宇看了玉竹 你知道这个任务 玉竹理所当然地点头 这个任务谁不知道啊 在所有任务里 就属他最特殊了 任务资料不知 任务奖励不知 只知道一个区域 每次有人接了这个任务 都会来问我们要买资料 只可惜 我们 钱好的 关于这个任务的资料 也不是很多 林墨宇越发地好奇了 连玉竹手上 都没有这块区域的资料 这个任务的特殊性 已经达到此种地步了吗 林墨宇是知道 人黄网络规则的 即便完成了任务 也不可以 把任务的攻略宣之于众 但私底下交流 还是没问题的 比如 也可以把一些 不是特别重要的信息 卖给玉竹 这样 黄网络也会允许 可现在看来 玉家并没有太多 关于9-58号区域的资料台 玉竹取出一块玉牌 这里就是我们玉家 所有关于9-58号区域的资料 林墨宇问道 多少积分 玉竹摇头 不用积分 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队长接了这个任务 而且完成了任务 希望能回来 把一些信息告诉我们 也并不是强制要求 说与不说 队长自己决定 这种交易方式 可以看出 玉家手中的资料 确实很少 林墨宇花了不到一分钟 就把所有资料全部看完 其中毫无实质性的内容 接了这个任务的人 大部分都平安返回 但任务都以失败告 东 少数人在任务中遇到了危险 再也没有回归 在玉家的资料里 完成了这个任务的人 一共只有三个 但是这三人 什么都没说 而且不久之后 三人都死于非命 玉竹说道 队长 你一定要接这个任务吗 林墨宇思索数秒后 摇头道 不是一定要接 只是感觉到好奇罢了 玉竹松了口气 我还是建议队长 不要接这个任务了 这个任务太古怪了 林墨宇呵呵一笑 我还想买点东西 你们有战场过往 一些历史资料吗 玉竹用力点头 这个自然是有的 我们玉家对战场中 历年发生的大小事情 都有记载 林墨宇说道 这个怎么卖 我们是明码标价的 近一百年发生的是 售价一万积分 每加一百年 加一万积分 从一千年前起 每加一百年 加十万积分 以此类推 而且我们保证 我们卖的资料 都比人皇网络的便宜 队长也知道 大部分资料 在人皇网络里能查到 不过也要收费 至于那些免费的机 出资料830 想来队长也不会感兴趣 而且我们玉家的资料 有些是连人皇网络里都没有 林墨宇计算了一下 如果他要查看 一千年前的资料 那就需要十万积分 之后每加百年 就要增加十万积分 如果要查看 两千年前的资料 他就需要付出 一百万积分 如果是两千一百年前的资料 那价格就达到了 二百万积分 三千年前 就变成了一千万积分了 越久远的资料 越贵 林墨宇倒是能理解 这样的定价方式 而且 玉主也说得没错 这些资料 就算是在人皇网络里 也要支付积分才能查看 至于那些免费公开的资料 林墨宇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林墨宇想了想 我先看一下 两千年前的资料吧 玉主恩了一声 没问题 说着他拿出一块玉牌 最近两千年里 在朱雀战场里 发生大大小小的事 都记载在里 面了 不过队长不能带走 只能在这里看 最常查看时间为十天 林墨宇接过玉牌 灵魂力移动 开始查看 大量的资料涌来 林墨宇感觉自己 好像进入一座图书馆 里面的资料 好如烟海 近两千年大大小小发生的事 几乎都记载在里面 资料数量大到惊人 换成普通神王 三品灵魂 十天时间看完这些资料 也很勉强 幸好林墨宇灵魂强大 看起来速度快得惊人 林墨宇倒是不在乎积分多少 别说一百万积分 即便是一千万积分 一亿积分 只要能 割到他想的答案 都不是问题 主要是他觉得 如果年代太过久远 资料量会变得十分惊人 查看起来 会花费大量时间 可若是时间太近 极有可能找不到他需要的答案 他之前听朱七五说 要去做一些大事 但又不告诉他 所谓大事是什么 既然你不可肯说 那我就自己来找答案 两千年的时间不多不少正好 有很大概率 可以寻找到自己需要的答案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就继续往前看 总能找到 林墨宇查看着资料 大小事件都不放过 他知道 很多大事 其实是隐藏在一些小事里的 终于 他发现了一些端倪 在距今1832年前 一位神秘强者 驾铃人族十号堡垒 随着这位神秘强者一起来的 还有几位人族神尊 只不过 这些人族神尊都是尸体 那位神秘强者 杀了数名人族神尊 并 SBitch 且把他们的尸体 带到了十号堡垒 对于人族来说 这就是对人族尊严的践踏 最后 那位神秘强者 与镇守战场的朱祁武 发生大战 大战结果无人得知 最终那位神秘强者退走 朱祁武在后面500年内 一动不动 一 言不发 看到这份资料 林墨宇猜测 朱祁武应该是受了伤 而且最关键的是 那位神秘强者 带来的数名人族神尊尸体 并没有留下 而是被他重新带走了 换句话说 就是朱祁武 没有把那些人族神尊的尸体留下 相当于对方来挑衅了人族 还在朱祁武脸上来了一巴掌 最后从容退走 以林墨宇对朱祁武的了解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难道朱前辈 要去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朱前辈在当时 应该已经占到了神尊巅峰 能让朱前辈吃亏的 想到这里 答案已经很清晰 只有半只脚踏入彼岸的存在 才能让神尊巅峰的朱祁武吃扁 林墨宇知道 朱祁武很强 同样是神尊巅峰 朱祁武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他同样打不过对方 那些真正进入彼岸的人 不能随便动手 那么最强者 便是半步踏入彼岸的人 现在朱祁武是真正站在了 最强者的行列 只要他一日没有真正踏进彼岸 那么就没人 是他的对手 林墨宇常常松了口气 终于明白 朱祁武要去做什么 当日的仇 他要去报了 当年失去了面子 他要找回来 不过现在想来 朱祁武确实强大 能在那样的对手面前保住命 如果换成别的神尊 怕是已经死了 林墨宇可不会觉得 对方会手下留情 不杀朱祁武 必然是有一些原因 不得不放过朱祁武 或者说 朱祁武也拥有底牌 这个底牌足以两败俱伤 甚至同归于尽 在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林墨宇感觉自己 这一百万积分花的真值 然后又抓紧时间 把剩下的资料看完 千年时光 对于战场来说 其实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 战场存在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远古 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 千年时光内发生的事 其实并不算多 唯一值得关注的 就是萧胜的崛起 萧胜进入战场后 一路披荆斩棘 不断跃及而战 跨境而战 创造了一场场 辉煌闪亮的战绩 当时的萧胜风头无两 被誉为人族之星 当时的萧胜 性格张扬 十分高调 直到数百年前 萧胜突然萧生匿迹 可是关于他的话题 又持续了数十年才淡去 知道萧胜去向的人不多 林墨宇算一个 林墨宇知道用不了多久 萧胜便将回归 以神尊之身回归 最后在最近几年的资料里 林墨宇看到了自己的信息 第二个战神 看到对自己的描述 林墨宇露出一丝笑意 仅是这样吗 资料看完 把玉牌交还给玉竹 同时支付了积分 区区一百万积分 对林墨宇如今的身家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如果不仔细看 都看不到积分的变化 玉竹双眼带笑 队长这么快就看完了呀 队长的灵魂境界 可真让人羡慕啊 要是换成人家 没有十天时间 可真看不完 看队长的模样 应该是找到需要的资料了 林墨宇看得很快 仅仅看了不到半天就看完了 而玉竹来看 至少要十天 两人的灵魂差距非常巨大 林墨宇喝了口茶 确实找到了 验证了我的一个猜测 如果我接了任务 有什么情况 该说的会告诉你的 玉竹眉头一皱 队长真的要接这个任务 还不一定 我还需要一些信息 在玉竹的担忧中 林墨宇离开了交易中心 转而来到军工处 三亿两千万积分的交易 可以兑换三万两千军工 直接军衔推到二阶校位 在军工处 林墨宇见到了老熟人孟刚 几年不见 孟刚依旧管理着军工处 不过他的军衔 已经从二阶士官 升到了三阶士官 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 孟刚依旧对林墨宇 以队长相称 从孟刚口中 林墨宇得知了 自己为什么不需要 林墨宇到校位 不是每个人都要执行 军衔晋升任务 校位的军衔晋升任务 主要考量战力 只要战力达到要求 就可以满足晋升 一、般来说 只要战力达到神王七阶 就足够军衔晋升 就算有任务考量 也是在人皇网络里进行 由人皇网络给出评价 这样能够排出一些 自身实力我的因素 无法利用法宝 做出虚假的战力 然而林墨宇根本不需要 人皇网络对林墨宇的 综合实力评价 已经达到了小神尊 用晋升校位绰绰有余 如果林墨宇想更进一步 达到将军级 那么需要拥有神尊敬的战力 相对就会难上很 兑换好军功 林墨宇离开了军功处 同时给朱七五发了一条信息 虽然十号堡垒和人皇网络 离得很远很远 可他知道 朱七五肯定能收到信息 朱七五虽然不在一号堡垒 可他与人皇网络之间 似乎始终保持着一种神秘联系 果然 在信息发出后 仅仅两分钟 林墨宇就收到了朱七五的回应 回信只有五个字 来十号堡垒 林墨宇踏入传送阵 前往十号堡垒 十号堡垒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去的 需要得到授权才能进入 显然林墨宇得到了朱七五的授权 成功启动了传送阵 从一号堡垒 前往十号堡垒 需要经过数次中转 会经过二号 三号 四号堡垒 再从四号堡垒 跳往六号堡垒 再经过八号堡垒 最终达到十号堡垒 整个传送过程 超过十万光年 十分漫长 此次传送 是林墨宇修炼生涯中 传送时间最长的一次 当他出现在十号堡垒时 还没有离开传送阵 身体便微微一颤 一股无形的力量 从堡垒的四面八方袭来 落在了自己身上 那感觉和奇妙之地里的挤压力 有几分相似 这座堡垒不一样 林墨宇心中的第一反应 告诉自己 十号堡垒和其他堡垒不同 接着他看到了十号堡垒 虽然都是浓重的军方风格 确实与其他堡垒 有着本质区别 这里的每一座建筑 都刻画着阵法 林墨宇感觉 这些阵法一旦发动 整座堡垒将能化 生成恐怖无比的战斗兵器 紧接着一道光 从天而降落大林墨宇面前 形成了指路倒标 林墨宇耳边 响起朱七五的声音 沿着倒标 过来 沿着倒标飞行 离开了十号堡垒 在飞到一半的时候 林墨宇感觉自己 穿过了一层无形阁膜 阵法 低头看去 视线中的十号堡垒 变得有些模糊 他才意识到 十号堡垒的阵法 始终处于运转状态 但是阵法运转 需要时时刻刻 消耗大把能量 这些能量 又是从何而来 像一至九号堡垒 在没有开战时 堡垒中的阵法 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林墨宇看着脚下 越来越小的十号堡垒 感觉十号堡垒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脑中灵光一闪 林墨宇知道 十号堡垒是什么了 那是战神堡垒 不是纺制品 是真正的战神堡垒 战神堡垒的纺制品 就有着神尊敬的战力 那么 战神堡垒的真品 又该有多强 求仙花 把战神堡垒安置在这里 说明这里确实很危险 也说明 这里确实很重要 朱祁武就像一座雕塑 坐在这里一动不动 据林墨宇所知 朱祁武已经坐了数千年 没有换过位置 但也不是说他真的不动 只是本体不动 分身偶尔还是会外出 之前与林墨宇相见的 都是朱祁武的分身 并非本体 只是朱祁武说过 他的分身有些奇特 与别人都不同 分身也可以视作是本体 差别不会太大 首次见到本体 林墨宇感觉本体更加的严肃 威严深重 一股奇特的气息 缠绕在朱祁武身上 这是彼岸的气息 林墨宇朝着朱祁武行李 见过前辈 什么事 朱祁武的声音略显低沉 似乎在压抑着什么 林墨宇还是感受到了 分身与本体的区别 分身更为随和 本体则显得有些太过严肃 林墨宇说道 想问前辈要分资料 朱祁武扫了林墨宇一眼 那意思就是在说 就为这 林墨宇继续说道 晚辈想要9-58号区域的资料 此话一出 朱祁武神情未有变化 你要接这个任务 林墨宇从朱祁武的神情变化中 看到了不寻常 他的神情有些复杂 显然这个任务不简 林墨宇说道 还没有决定要接 只是在考虑 朱祁武想了想 把一块玉牌扔给了林墨宇 就是存放着战场资料的玉牌 上次曾经给 木墨宇看过 给你一分钟 朱祁武很不客气地说道 这块玉牌里的资料价值难以估量 能给林墨宇看 已经是很看重林墨宇了 关于9-58号区域的资料不会太多 一分钟足够了 林墨宇当即查看起来 资料确实不多 仅仅半分钟后 林墨宇就已经看完 把玉牌还给了朱祁武 朱祁武掌握的资料 确实要比玉家丰富许多 林墨宇看到了一些重要信息 这块区域里 蕴含着诅咒的力量 大部分人没有触发诅咒 所以也没有完成任务 有人触发了诅咒 死在了里面 有三个人活着回来 但他们依旧被诅咒缠身 在离开后不到半年 连接着死去 竟然是这样 看完资料后 林墨宇心中也不免有些震惊 他也拥有诅咒类术法 并且有四个 三个灵魂类的诅咒 分别是直接攻击灵魂的 灵魂焚烧 降低敌人各项机能的 灵鬼诅咒 以及让对灵魂造成 持续伤害的灵魂剧毒 还有由三个术法 融合而成的寸间诅咒 不过他很少单独 使用基础的诅咒术法 最常用融合后的 时间诅咒 关键在于 时间诅咒的时间加速能力 把灵魂剧毒 原本应该持续缓慢的伤害 王瞬间释放了出来 再加上灵魂焚烧的效果 在威力上大大超过了二者 唯一可惜的是 时间诅咒并没能继承 灵魂诅咒理对目标的削弱能力 也因为大多数时候 面对的都是境界超过 自己太多的敌人 灵魂诅咒830降低 各种属性技能的效果 原本就微乎其微 可若是面对同境界的敌人 又根本用不到灵魂诅 灵魂诅咒自己有无数种手段秒杀敌人 综合之下 灵魂诅咒就显得有些鸡肋 不过灵魂诅始终觉得 没有无用的术法 只看什么时候需要 也正是因为 自己拥有诅咒类术法 在看完9-58号区域的资料后 灵魂诅其更感兴趣 看到灵魂诅的眼神变化 朱祁武已经知道了他的决定 严肃的声音缓缓响起 接下来我说的话 你仔细听 灵魂诅惊微作 竖起耳朵 朱祁武声音越发低沉 除了资料里记载的这些表面信息 还有一些是口耳相传的 当年从9-58号区域 回来的三个人 看似正常 其实已经深受诅咒伤害 灵魂已经稳 别人都以为他们不肯说什么 其实他们是说不出什么 后来 他们被军方收管 我们用了各种办法 都无法解除举咒 9-58号区域 对境界有限制 神尊敬的进不去 一旦你进入里面 那么我们就无法插手了 我进不来 那些人也进不来 你的保命 会失去作用 你如果进去 就要想好 生死全看你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 你的路需要你自己走 所以我不会阻拦你 去与不去 你自己决定 林墨宇朝着朱祁武恭敬行礼 多谢前辈指点 晚辈懂了 朱祁武恩了一声 挥挥手 你走吧 他闭上了眼睛 林墨宇也不再逗留 转身离去 回到十号堡垒 在穿过阵法的时候 战场牌微微发光 验证了身份 坐着传送阵 返回一号堡垒的途中 林墨宇思索着相关资料 与朱祁武的话 两者互相印证 可以分析出不少情况 首先 9-58号区域的任务 基本上可以确定 应该是探索为主的任务 其次 在里面只要没有触发到诅咒 虽然完不成任务 但也不会有危险 而且这类 王物 失败了 也不会有惩罚 在里面一旦触发诅咒 也就是说 找到了任务的关键点 只是诅咒很危险 外人没办 去化解 一旦被诅咒了 哪怕是回来 也只有死路一条 神尊以上进不去 哪怕是那些 踏足彼岸的大人物 也进不去 说明这块区域的限制非 常强烈 限制越强 往往蕴含的秘密 也就越大 会不会和远古时期 有关呢 还是说 也是个混乱规则 形成的特殊区域 距离四星域大比 还有不到两年 我该不该去 林墨宇权衡利弊 考虑要不要去 诅咒在别人眼里 是很恐怖危险的事情 诅咒的攻击 实在太过诡异 而且很多诅咒 都是直击灵魂 灵魂一旦受到重创 恢复起 就会很麻烦 萧盛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灵魂受到重创 几乎崩灭 无法得到医治 之前回来的三人 也是如此 可林墨宇 对此并不害怕 他有一个别人 都没有的能力 一个名为 状态免疫的被动 竖法 状态免疫 融合度150% 主人及其召唤物 免疫所有负面状态 包括竖法 阵法 结界 诅咒 负面法则 他完全可以无视诅咒 他所需要考虑的 只是时间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四星域大笔 在回到一号堡垒时 林墨宇已经有了决定 去 越是危险的地方 往往能获得越大的利益 无论是为了好奇心 还是为了更大的收益 林墨宇都觉得自己要去一趟 回到任务中心 果断接了这个任务 然后再次开启传送阵 前往九号星空堡垒林 在林墨宇接下任务后不久 朱七五就已经知道 和林墨宇猜测的一样 朱七五和人黄网络 始终保持着联系 同时他也关心着 林墨宇的一举一动 还是去了啊 或许他能揭开这个谜团吧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也很好奇 那些人应该也很好奇吧 这么多年 都没人能得知其中秘密 9-58号区域 存在已经很多年 这么多年来 除了人族之外 还有无数种族 无数强者 去探索 得到的无非三种结果 直接死在里面 或者是中了诅咒 回来再死 还有就是 大多数人的无功而返 可那是别人 不是林墨宇 林墨宇屡屡创造奇迹 或许这次也可以 朱七五自言自语 他似乎并不担心 林墨宇会死 反而抱有强烈期待 9-58号区域 远远地看过去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直径超过千万公里 远超普通恒星 林墨宇能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 包裹着整个漩涡 这股力量之强 有种让他心惊肉跳 的感觉 他细细感受着 逐渐发现了一些端倪 这股力量 似乎设立了一个灵界点 平时以而不发 只要超过这个灵界点 他就会发动 他会排斥所有靠近者 巫一点六论 是从外界进入漩涡的 还是从漩涡里出来的 灵界点就是神尊镜 只要超过了神尊镜 非一旦进不去 同时也出不来 林墨宇心里不禁暗道 这股力量是自然形成的 还是有人特意设下的 仅仅是为了防止 神尊以上的人进去吗 还是说 也为了阻止漩涡里的存在出来 漩涡里 是不是有着比神尊 更强的大的存在 一时间思绪万千 无论什么想法 都只是推测 只有他自己进去了 才能去证实 林墨宇在虚空中找了个地方 定下了一个返回倒标 有了这个倒标指引 他可以在千万公里的范围内 用传送符瞬间返回 不一定有用 但以防万一 进入未知之地 谁都帮不了自己 凡事就要小心为上 林墨宇消失在了漩涡之中 进入漩涡后 巨大的犀利落在身上 拖着他进入漩涡深处 在整个过程中 感知被蒙蔽 不知道方向 不知道距离 不知道速度 似乎连时间都停止 林墨宇在心中默默计数 想通过计数 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 经过了多少距离 但在无形力量的干扰下 时间似乎发生了错乱 他的思维也随之出现了 停止中断等线 技术也变得毫无作用 大部分感觉都被屏蔽了 可凭借着四品巅峰的灵魂 还能感受到了一些异常 林墨宇感觉自己 好像穿过了一层又一层的隔膜 周围的气息 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变得与战场不同 与大世界也不一样 离开战场了 也不在大世界了 林墨宇在心中暗道 这种感觉 和之前进入黄土沙漠也不同 无论是黄土沙漠 远古坟墓 虽然都有着他们自己的规则 可多多少少与战场 与大世界都有些联系 可是现在 林墨宇却完全感受不到 战场与大世界的气息 由此他判断出 自己进入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也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脚踏实地 就像是一场漫长的传送结束 眼前的画面如水波荡漾 由模糊到清晰 视线在两秒后 恢复了正常 这是片昏暗的世界 天空之中乌云密布 偶尔有光透下来 给世界带来些许光明 透过云层的光 带着深深的红 仿佛在厚厚的云层后面 燃烧着熊熊烈焰 但四周很冷 并没有火焰该有的温度 林墨鱼本能地想飞上去看看 但有一股强大力量 从大地上升腾 把他牢牢抓住 林墨鱼猛然发力 全身爆发出金光 试图摆脱这股力量 两者对抗下 林墨鱼取得上风 身体缓慢升空 但当他飞到百米上空时 大地上传来的稀利猛地加强 让他无法再继续上升 此时距离云层还远得很 林墨鱼尝试了几次都是如此 无奈落地 随后他全力跃起 身体如炮弹一样弹射 瞬间超越了100米的高度 到200米高度时 大地之上的拉力再次变强 但此刻依旧无法阻止林墨鱼 直至300米高度时 拉力又变强了许多 此刻去世已尽 无奈落回地上 他像炮弹般跳起 又如流星般砸落 可是大地之上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若是换成普通的星辰 大地早就军裂 弄不好星辰 都会就此崩溃 神王静的肉身 一拳打爆星辰 并不困难 紧接着灰色火焰熊熊燃烧 巨大无比的骷髅王座 自空中浮现 骷髅王还没有从骷髅王座中站起 一股无形距离 就落在了他身上 骷髅王太高了 足有10万米高 仅是站在那里 就可以超过天空云层 这股力量来自大地 像是有无数之手 把骷髅王拉到地面上 骷髅王被压制到了地面上 达到小神尊境界的骷髅王 明显比林墨鱼要强上一截 他尽全力对抗着大地的拉力 骷髅王抬起了脑袋 也仅能抬起脑袋 此时脑袋距离地面大约千米 就无法再动弹 千米高度是骷髅王的极限 随后骷髅王的脑袋逐渐低下来 脑袋越低 受到的拉力也就越小 经过一番尝试 林墨鱼终于明白 在这里每隔百米 拉力就会骤然变大 而在这百米区间内 拉力是不变的 以他的境界 只能飞到百米左右 若是换成神王二阶 估计连百米都飞不到 神王一阶的话 只能站在大地上 连起飞都做不到 若是他凭借神王近肉身 虽然不能飞行 但是能跳到三百米左右的区域 并且越是靠近极限 受到拉力影响 整个人的动作都会变慢 都会变得吃力 战力会幅度下降 也就是说 在百米以下的区域里 才能发挥出最强战力 骷髅王因为太高 只能趴在地上 如果硬要起身 恐怕会在拉力的作用下 身体崩溃 目光朝着天空看去 仿佛看到了一层 又一层的无形阁膜 把整个世界笼罩起来 看来 离开的方法并不是朝上飞 林默宇喃喃自语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要找出离开的方法 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显然 离开的方法并不是升空 而是另有途径 经过短暂测试 他已经确定 这里与黄土沙漠 远古坟墓有着相同点 也有点不同点 相同点是 都带着苍茫的气息 经历了无数岁月 都应该与远古时期有关 不同点在于 这里没有一丝一毫大世界的气息 也不在战场里 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连法则都发生了变化 在这里法则极为稀薄 只要动用法则 自身的消耗将会大幅度 适生 难以得到补充 不过这点对林默宇来说 没什么关系 天赋巨树 就是最庞大的补给仓库 意念一动 趴在地上的骷髅王单手 举起骨剑 尽全力砸在大地上 虽然没有动用术法 姿势也不对 无法发挥出全部力量 可以骷髅王的战力 这一剑下去 也比神王九阶的全力一击 大地轻微的震动 出现了一条并不大的裂缝 裂缝仅有手指粗细 长度不超过一米 深度仅有十几厘米左右 骷髅王足以展报 八百三十恒星的一剑 只能在大地上 留下这么一条裂缝 骷髅王本身的力量 并没有受到限制 都是因为这片大地 实在是太过坚固 林默宇感觉大地的坚固 堪比神尊净材料 仅次于远古坟墓 及神秘庄园里的那种黑色 材料 从大地的强度可以判断出 这里的层级很高 如果遭遇敌人 恐怕实力也会很强 同理 如果这里有诅咒 那么诅咒的力量也会极强 不知道我的被动术法能不能扛 林默宇很清楚 被动术法虽然神奇 但也有极限 如果遭遇的攻击实在太强 同样会失去作用 收起了无用的骷髅王 召唤出大量骷髅神战士 在这里 骷髅王已经失去了作用 召唤出来压制敌人 是真正的压制 依靠巨大的身体压敌人 超过百万的骷髅神战士散开 以林默宇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奔去 在去路不明的情况下 林默宇依旧使用最老 也是最实用的套路 由骷髅们为自己探路 光速巫妖坐在林默宇的肩上 为骷髅神战士提供术法支持 骷髅神战士纷纷化作流光 但速度远不如在大世界快 在这里光速巫妖的能力被极大压制 速度仅有正常的1% 骷髅们越跑越远 一张地图已经在林默宇的脑海中生成 这片大地的神秘面纱 开始逐渐揭露 光速巫妖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林默宇很快就知道 为什么会受到限制 巫妖的能力取决于法则 光速巫妖自然也取决于光速法则 现在这片世界里 法则气息极为淡薄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比起大世界少得可 令不仅补充困难 就连效果也大幅度下降 骷髅们动用了化光 确实也化作了流光 但速度仅有平日的1% 每秒只能奔行1500公里 林默宇只能希望这片世界不要太大 否则每秒1500公里的速度看似很快 实际杯水 F星 他已经习惯了大世界里的距离尺度 动辄千万亿万公里 甚至还会用光年来计 在这种距离尺度面前 每秒1500公里 和蜗牛爬没什么两样 世界昏暗 大地坚固而平整 看上去如同一座巨大平原 这里寸草不生 好像没有任何生气 亡灵视野中 也没有看到任何一朵灵魂之火 足足半小时后 骷髅们已经飞奔出了将近300万公里 林默宇终于看到了别的东西 那是躲高约50米的巨型花孤朵 还没有盛放 好像已经死亡 巨大的叶片已经枯萎 亡灵视野也看不到灵魂之火 亡灵视野只有灰白二色 看不到花孤朵的真正颜色 半小时后 林默宇来到了花孤朵面前 仔细打量着 花孤朵呈现血色的红 是种十分惊艳的颜色 林默宇从她的身上感受到了岁月的痕迹 即便她已经死亡 但依旧保持着鲜艳颜色 无数岁月来都没有任何变化 花孤朵的根筋深入地骨 能在如此坚固的大地上生根发芽 已经证明了她的不凡 她正要胜放 却突然迎来死亡 表面没有受伤 但灵魂却被抹杀 显然那股力量很强大 不知道花孤朵是什么层次 林默宇不需要瞎猜 手指弹出一团不死火焰 不死火焰落在花孤朵上 出现了一团高达50米的灰色火焰 四周忽然起风 呼呼作响 吹在不死火焰上 把火焰拉出长长的细线 花孤朵出现了动静 灵魂开始重生 她在火焰中伸展 缓缓收起 把自己包得更紧 现在进行的事 是她死前正在做的事 林默宇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 眼前的花孤朵并不是要胜放 而是在收拢 只是她还没有完全收拢前 遭遇了攻击 灵魂被抹杀 亡灵视野里出现了一团庞大的灵魂之火 火焰越来越旺盛 迅速达到了神王境 随后又突破神王 达到神尊 这朵花在生前 是神尊境 林默宇心中一阵 仿佛印证了自己之前的猜测 她一开始就猜测 这里的生物会很强 没想到竟然这么强 随便一朵花 就是神尊境 紧接着 她的脸色彻底变了 花朵的灵魂 还在持续变强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灵魂之火 开始步入高阶神尊的范畴 可还是在继续变强 林默宇见过朱祁武的灵魂之火 知道神尊巅峰的灵魂火焰 是什么模样 现在 这朵不知名的花朵 她的灵魂已经达到了 和朱祁武相同的程度 但她还没继续变强 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灵魂中传来警告 林默宇感觉到不对劲 本能的后退 直接退出上万公里 灵魂之火轰然变大 正是突破了神尊境的极限 原本金色的灵魂火焰中 出现了一抹惊艳的紫色光芒 高贵神秘的气息弥漫出来 林默宇的眼中带着震惊 不是神尊境 是彼岸 一 朵花 竟然是踏足彼岸的存在 这片世界的强大 让人难以想象 花孤独复活了 但是她没有匍匐在林默宇面前 表面上看 因为她是朵花 所以没有匍匐的能力 可身为当事人的林默宇 却不是这种感觉 她感觉这朵花的灵魂意志 正在与亡者复生进行对抗 她并不想匍匐 踏足彼岸的强大存在 怎么可能匍匐在一个神王面前 这种事 林默宇也是第一次遇到 不经心生警惕 她发现了亡者复生的极限 是术法都有极限 亡者复生这些极限 应该就是神尊 复活神尊控制神尊不成问题 若是复活神尊之上的存在 确实可以复活 但想要控制 那就难了 这种存在的意志何等强大 怎么会轻易被控制 眼前就是最好的例子 花孤朵和术法的对抗 越发激烈 林默宇忽然感觉到 自己被锁定了 一股恶意笼罩灵魂 花孤朵在与术法对抗的时候 还分心锁定了自己 她要杀我 亡灵之意本能地张开 瞬间斩断灵魂锁定 同时深化流光向后退去 刚退出不到一千公里 头顶之上 猛地亮起一层深蓝色光芒 林默宇只感觉浑身一沉 灵魂嗡嗡作响 思绪变得一片混乱 对周围的感知全部消失 一种孤独的情绪 自灵魂深处迸发 林默宇感觉人生无望 有种自杀的冲动 这种情绪来自灵魂深处 无法控制 无法抑制 不是吧 这不是我的真实想法 控制 必须控制 幸好这种情绪 只持续了不到半秒 便如泡沫破碎 消失无形 林默宇也从孤独无望中 挣脱出来 思绪恢复正常 脸色苍白脸身脱利 大口大口喘着 她知道是状态免疫 发挥了作用 可是面对超越神尊层次的 诅咒攻击 状态免疫 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免疫 至少那半秒时间里 林默宇无数次生出 要自杀的念头 幸好 前好的 她自身灵魂品质足够高 防御足够强大 要不然 她现在至少也要自爆一回 天赋还是能把她救回来 可也足够危险 若是这种诅咒力量 持续过三秒 她可能就真的危险了 三秒时间 足够她自爆三回 天赋都没用 这时耳边忽然响起尖锐的叫声 正在和 王者复生 竖法对抗的花孤朵 忽然全身颤抖 接着 她如烟花般炸开 炸得粉身碎骨 从根精致花瓣 通通化作鸡粉 消散于天地间台 王者复生 把花孤朵变成了复生者 但是又没能控制她 两者在强烈碰进较量中 她的灵魂彻底崩溃 彻底死去 林默宇松了口气 刚才真的是太危险了 露出一丝苦笑 差点把自己玩死 如果刚才她真的死了 那就是死在自己手上 自己杀死自己 说出去确实有些好笑 诅咒很强 让林默宇心有余悸 不过林默宇也知道 自己的状态免疫 对诅咒确实有效 只要自己小心一点 就不 会有事 之前没想到 对方的境界会如此之高 真的是大意了 还是不够谨慎 以后还要再小心点 林默宇心中告诫着自己 走回到了花孤朵边上 花孤朵已经化作鸡粉 消失在天地间 再也找不到痕迹 在她之前存在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巨坑 林默宇来到坑边向下看去 里面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忽然间灵魂中紧声大作 林默宇反应极快 迅速后退两步 这是一股巨大拉力 从坑中冲出 如果林默宇当时还站在坑中 必然会被她拉下去 这是什么力量 难道坑中有别的生灵 林默宇心中凛然 她意识到 如果掉下去 肯定不会有好事 心中一动 百只骷髅神战士奔出 一跃而起 跳了进去 林默宇已经连接上了 骷髅神战士的亡灵视野 看看他们会到哪里 在骷髅神战士进去后 那股旁八百三十大拉力再次出现 像一只只巨手 牢牢抓住了骷髅神 找事 骷髅神战士无法反抗 只能被拉力带着走 世界一片漆黑 幸好是亡灵视野 还能看到一些东西 接着林默宇看到了一座巨大漩涡 和她近来时的漩涡一模一样 那股拉力自漩涡中生出 把骷髅神战士拖进了漩涡 骷髅神战士像是巨浪中的偏舟 随风飘摇 和来时的漩涡不一样 这座漩涡里是有东西的 漩涡中有无数如陨石般的物质在飞舞 看上去和大地的材料有些像 在漩涡力量的带动下 这些物质速度飞快 犹如炮弹一般 骷髅神战士不断承受着撞击 身上出现了大量伤口 幸好骷髅神战士足够强大 这些伤还不至于让他们崩溃 在漩涡里转了数分钟后 终于抵达了漩涡的最深处 随后骷髅神战士就像是垃圾一样 被抛飞出去 在离开漩涡的瞬间 林墨宇感受到了一 没熟悉的气息 紧接着 他与骷髅神战士之间的连接中断了 双方失去了联系 再无法感应到 Athbeige 是大世界的气息 通过漩涡返回了大世界 在骷髅神战士离开漩涡的那一瞬间 林墨宇清清楚楚地感应到了大世界的气息 他百分百肯定 通过漩涡就可以离开这里 返回大世界 林墨宇若有所悟 原来这就是返回大世界的方法 这么说来 应该还有不少类似的抗动存在 果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连我与骷髅之间的感应也能隔绝 找到了回去的方法 林墨宇心中有了底 之前放出去的骷髅 还在大地上飞奔 很快又发现了不同点 林墨宇立即赶了过去 见到了一片盆地 这片盆地直径约为万米 深度在百米左右 盆地之上 有着一个个巨大坑洞 林墨宇一眼就认出 这些坑洞 就是花草植物死后留下的坑洞 也是离开这方世界的通 到目前为止 林墨宇除了自己作死 遇到过一次生死危机后 再也没有碰到过其他危 九 换另一个修炼者来看 他们应该也不会碰到危险 所以在这里大部分修炼者 都安然无恙地返回了 但也没能带回什么有用的信息 然而想要知道 这个世界真正秘密的话 还是要触发诅咒 可是又如何触发诅咒呢 林墨宇目光在盆地中搜索 在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 忽然看到了一块石碑 石碑漆黑如墨 和大地的颜色并不相同 这材料 果然是远古时期 林墨宇一眼认出 石碑的材料 和神秘庄园堡垒的材料相同 两步踏出 直接来到了石碑 石碑上刻有文字 是林墨宇熟悉的原始古文 也就是接近于前一世的古文 在这个时代里 能认识原始古文的人并不多 像小明王菩萨 自己救的徐青阳 都不 石原始古文 不过朱祁武和那位神秘大人物认识 林墨宇猜测 原始古文 只在各族的上层世界里流传 甚至只有强族才会知道 石碑上的文字原本应该不少 但现在被抹去了大半 只剩下部分残言片语 吐鲁反叛 吴代君评 诅咒再强 也难挡主人荣光 天堂 卑鄙 吴代君 屠灭世路 都是些零碎的记录 但是 已经足够分析出不少信息 在看到吐鲁二字的时候 林墨宇忽然想到了 曾经在兽皮手闸中看到过的信息 当时手闸上是这么写的 不死记998年 你的荣光洒向了吐鲁 前后联系因果 大概能猜出前因后果 在不死记第998年的时候 这位主人统治了整个吐鲁 只是不知道 吐鲁是当时的一个 中族 还是一个独立世界 在后续的年岁里 相继又有十几个种族 或世界被统治 随后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中 这些家伙不甘心被统治 他们造反了 结果吐鲁就被人图了 所以 9-58号区域 其实就是吐鲁曾经的足地 吐鲁原来是植物系生命 擅长诅咒的植物系生命 远古时期的东西 确实有点意思 擅长诅咒的种族 在大世界里不是没有 但是一个个都很弱小 没想到吐鲁族 把诅咒发挥到了如此地步 超越了神尊层次 看着留下的坑洞 可以想象 他们生前的体型有多大 也可以推测他们的实力 不会比 前见到的花姑都弱小 那可是超越了神尊的存在 在曾经的吐鲁里 竟然是随处可见 远古时期的强大 似乎要远超现在这个时代 林墨宇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他是着想把石碑带走 但石碑被牢牢嵌入大地 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带不走 最终没办法 他只能用留影石 把石碑上的内容记了下来 那些大人物 很想要远古时期的资料 如果自己把这个交上去 或许又能换来一些奖励 在盆地里搜索了一番 没有其他发现 又去坑洞附近看了一下 让几十只骷髅进去试试 再次证实 确实能通过坑洞离开这里 返回大世界 林墨宇心里有了底 知道自己不会被困在这里 留下几只骷髅停在此处 挡成坐标 这样自己不管怎么走 都不会迷路 离开盆地 化作流光 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奔而去 骷髅神战士又有了新的发现 骷髅神战士再度发现了一处盆地 但这处盆地里并没有留下石碑 前后两座盆地的大小 布局都一模一样 里面坑洞的分布也没有任何区别 两座盆地都呈标准的圆形 直径一万米 非常准确 盆地里的坑洞不多不少 正好一百个 连每个坑洞的位置大小都是一样的 可以说 这两座盆地 除了石碑之外 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接着骷髅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盆地 林墨宇一个个看过去 发现这些盆地都是一样的 林墨宇暗自猜测 是不是可以把每一个盆地 看作一个部落 或者一个族群 但若是这么来看 似乎又有些不对 这些盆地的分布实在是太均匀了 不像是生活的区域 更像是军队的风格 如果是军队的话 那应该还应该有统帅将领 林墨宇按照自己的发现 对比着脑海里已经形成的地形图 他发现这些盆地分布非常均衡 组成了类为军队的那种方阵 可暂时这种猜测 还无法得到佐证 一路行来 林墨宇都很安全 并没有触发什么诅咒 他也不知道 当年那些触发诅咒的人 到底发现了什么 毕竟他进入这里才两天功夫 凡事不能着急 骷髅们继续朝着四周探索 除了出现盆地的方向 其余几个方向都是一马平川 什么都没有 这片原属于吐鲁族的大地 广阔程度远超林墨宇的想象 奔向其他方向的骷髅 每一天都可以跑出1.3亿公里 可这样连着跑了两天 依旧在平原之上 风景没有任何变化 这种规模已经完全超越了常理 不过林墨宇隐隐有感觉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盆地还在不断出现 在脑海的地图里 已经出现了上万座 横直个一百座 组成了一个整齐阵列 终于在第四天的时候 有了新的发现 在万座盆地的正前方 出现了一座百米高山 再看到高山的刹那 林墨宇终于可以肯定 这片盆地不是什么部落 就是军营 在这座高山顶上 有诸古怪的大树 亡灵视野下 这诸大树的灵魂之火 已经熄灭 林墨宇走到山上 转身朝着盆地的方向看去 眼前的迷雾豁然开朗 视线之中 万座盆地赫然入目 他居高临下 如将军沈阅士兵 可以想象 当年那些盆地里 都是图鲁族的士兵 他们整装待发 发动所谓叛乱 结果叛乱没成 反而被图了足 双方谁对谁错 早就被时间长河掩埋 再无所谓 林墨宇想弄清楚真相 也不是很难 他可以复活身边的古怪大树 但是他不敢 这种层次的存在 极有可能脱离 王者复生的掌控 给自己来一下组 上次运气好 下次可不好说 风险太大 不值得冒 眼前的古怪大树 高达百米 明显要比之前的花孤朵 更大 不用说实力也更强 做死的事 干一次就够了 多干说不定就真死了 把目光从盆地里收回 转身看着面前的古怪大树 大树的表面并不平滑 而是有一个个凸起 这些凸起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从他的身体里钻出来 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模样 枯萎的树枝垂落下来 与大地相连 铺满了大地 林墨宇没有去触碰这些树枝 整个人缓缓飞起 山高百米 此时他几乎站在山顶 相当于站在百米高空 承受着巨大拉力 当他飞起时 离地不足半米 根本无法越过山顶 不过这难不倒林墨宇 他有很多种办法飞过去 意念一动 身边出现了一只骷髅神将 骷髅神将高五米 拥有神王九阶的战力 仅次于骷髅王和二百名 飞上八百米的高空 林墨宇一手搭在骷髅神将的骨头上 骷髅神将缓缓升空 带着林墨宇越过山顶 在越过山顶的刹那 林墨宇瞳孔猛的一缩 他看到了在山的背后 密密麻麻满地的藤蔓 这些藤蔓不是由树枝垂落 也不是根莖 而是树身的一部分 藤蔓一部分在山体上 还有大部分隐藏在山体下 与根莖混合在一起了 藤蔓沿着大地 不知道延伸多远 林墨宇发现自己小看这棵怪树 山顶冒出来的那段 只是他的脑袋而已 整座山才是他的身体 按着花孤朵的实力来推算 这棵怪树的实力 怕是难以想象 紧接着 在藤蔓交错间 林墨宇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过去 意识一动 指挥着骷髅神将飞下去 他靠近藤蔓 看清了藤蔓间的物体 那是一个头颅 血肉已经干枯 干皮紧紧包裹着骨头 依稀还能分辨出 是一个男性的 人颅 眼睛 鼻子 嘴巴 看上去和人足有七八分相似 不过皮肤上覆盖着一层细密鳞片 说明对方不是人足 林墨宇思索了一下 示意骷髅神将飞高远离 然后又召唤出一只骷髅神将 让骷髅神将 将去捡藤蔓间的头颅 骷髅神将抓住头颅用力一拉 把头颅从藤蔓里拉了出来 哄 声巨响 整座山林都猛烈地震动了一下 道红色光芒 在骷髅神将头顶亮起 化作一柄巨斧的模样 对着骷髅神将当头砍落 骷髅神将当场崩溃 炸成碎片 不死亡灵自动激发 骷髅神将复活 但又瞬间炸碎 一次次复活 一次次死亡 连着五次复活 直到第六次崩溃 不死亡灵失去了作用 骷髅神将真正死亡 直到此时 头颅才又重新掉回山中 林墨宇看着这一幕 好可怕的诅咒 怪术并没有复活 诅咒应该是他在死前立下的 诅咒的力量很古怪 一旦设下诅咒 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 虽然随着时间推移 诅咒的力量会被岁月磨灭 可如果实力足够强大 那诅咒的存在 时间将会无比漫长 甚至可持续亿万年 现在就是这样 来自亿万年前的诅咒 轻易骤杀了骷髅神将 而且诅咒的力量持续存在 哪怕复活了也没用 林墨宇无奈 只能放弃这只骷髅神将 再次召唤出 一只新的骷髅神将 去把头颅拿回来 这一次很顺利 没有引发诅咒攻击 果然 只要不触动藤万 就不会引发诅咒 引发诅咒攻击 需要满足某个条件 触动藤万 就会引来诅咒攻击 如果不触及藤万 就不会触发诅咒 现在看来 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看着骷髅神将手中的头颅 林墨宇带着他离开了山体 地距离山体万米开外的地方 默默对着头颅 弹出了不死火焰 恒星级术法 王者复生 不知死去多少年的远古存在 在术法的作用下 肉身开始一点点重生 不知道是因为对方力量太强 还是因为死的年代太过久远 重生的速度很慢 林墨宇紧紧盯着对方 心神提升到了极限 他可以在怪术和头颅之间 二选其一进行复活 之所以复活头颅 而不是怪术 林墨宇 有着自己的想法 同时为了以防万一 林墨宇也做出了准备 不会再重蹈覆辙 不死火焰中 头颅先是恢复了血肉 逐渐变得饱满 之后脖子之下的血肉开始重生 在火焰中如动重生 林墨宇看着心生的皮肉 上面也长着密集的鳞片 外形与人族有几分相似 但并不是 族 不过即使是人族 那也是远古时期的人族 和现在的人族关系并不大 830 林墨宇不会因为对方是什么种族 而心慈手软 现在这些家伙 在林墨宇眼中 就是一种工具 一种可以搞明白情况的工具 不死火焰持续燃烧了十分钟 对方终于重生 他身高约在三米 比林墨宇要高不少 全身长着鳞片 在身后还有一条蛇尾 这是个古怪的种族 与现在的种族对不上号 他在复活之后 本能地就要匍匐在林墨宇面前 但眼中忽然冒出凶光 口中传出怒吼 似乎是在抗拒 林墨宇静静静看着他 一言不发 感受着他的气息 对方气息很强大 和之前的花孤朵相差不大 都是踏进了彼岸的强者 但是比起怪数 又要弱上一些 所以他死在了树怪手上 林墨宇低声问道 你是谁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林墨宇不慌不忙 以主人的身份 加强着竖法的压制 对方是因为竖法而复活 就会受到竖法的节制 第一次的时候 是因为没遇到这种事 再加上花孤朵的诅咒攻击 让他一时间没能采取 异缺的应对之法 现在林墨宇已经明白自己 该如何做 加强竖法的威力 自己以主人的身份进行施压 虽然这样不一定奏效 但可以一事 在竖法和林墨宇双重压制下 对方的思维终于出现了 屈服的迹象 我我是993257 对方爆出了一个编号 长达十几位的编号 林墨宇愣了一下 这算什么 这是他的名字吗 怎么会是个编号 难道那个时代的强者 没有名字 只有编号 不可能啊 都已经是彼岸的强者了 怎么会这样 林墨宇问道 你是哪个种族 对方在迟疑了数息之后 挣扎着说出了自己的种族 不死蛇鱼族 你来这里做什么 林墨宇抓紧时间追问 屠鲁背叛 我们奉命前来评判 和你们一起来评判的 还有谁 还有主人的亲卫军地 施军团 各界叛乱 我们负责屠灭屠鲁 林墨宇整个人为之一阵 眼中泛起金光 你说的屠鲁 不是种族 既是种族 也是世界 说清楚 屠鲁族统治了他们的世界 消灭了除了他们以外 所有的种族 我们蛇鱼族原本也属 于屠鲁界 后来 说到这里 他的眼神中 突然冒出星红的光芒 声音戛然而止 他的眼神迅速变得疯狂 仿佛失去理智 你不是 你不是主人 你没资格命令我 你敢控制我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卑微的蝼蚁 竟然妄想控制我 你去死吧 怒吼声中 突然挣脱了术法的压制 朝着林墨宇发动攻击 林墨宇早有准备 丝毫不慌 伸手朝着这位 只有编号人凶一点 恒星急术法 尸体爆裂 轰然一声巨响 编号兄当场被炸得粉碎 同时 怪树所在的高山 也化作积粉 把怪树当作 尸体爆裂的材料 杀死了编号兄 是林墨宇一早就设计好的 之所以没有复活怪树 林墨宇是怕编号兄不够强 炸不死怪树 那死的就应该是自己 还没等林墨宇高兴两秒 头顶忽然亮起一道红光 一柄斧头出现在头顶 砍了下来 我去 祖诏 斧头斩下来的时候 林墨宇灵魂巨震 脑袋再度陷入空白 根本没办法闪避 做不出 亡合反应 灵魂世界外 出现了一柄大斧 重重地 斩在灵魂世界上 水晶壁垒出现裂痕 天赋巨树 疯狂震动 大斧一下接着一下砍下来 水晶壁垒上的裂痕 越来越密 像蜘蛛网样散看 随时会 破碎 天赋巨树伸展出来 想要阻止对方 但无济于事 根本连靠近都做不到 半秒后 林墨宇回过神来 灵魂力疯狂涌动 加强着水晶壁垒 同时本能地挥起手中 灵天灾全杖 魂火宝石放出黄色光芒 落在水晶壁垒上 加强了水 金壁垒的防御 但这种加强 也坚持不了多久 林墨宇金光一闪 灵魂毅然决然地 冲出了灵魂世界 斧头瞬间出现在灵魂头顶 一幅斩落 灵魂崩溃 下一瞬 天赋巨树暴射出璀璨紫光 灵魂在灵魂世界内 获得新生 连带着灵魂世界 都恢复如初 这时诅咒化成的斧头 再次砍在灵魂世界上 水晶壁垒再度出现裂痕 两秒后 灵魂世界里 代表着状态免疫的 束法恒星 爆发出璀璨光芒 一种奇特的 力量横扫而出 诅咒所花的斧头 当场破灭 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墨宇身体从僵直中恢复 脸色煞白 没想到 这样也会引发诅咒 好强烈的诅咒 直接对灵魂进行攻击 如果不是我的灵魂足够强大 怕是已经死了 亿万年的岁月 磨灭了诅咒大部分的力量 否则我一样会死 可能连一下都挡住 诅咒的种类有很多 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就是攻击类诅咒 直接对灵魂进行攻击 灭杀灵魂 怪术的诅咒 就是这类攻击 1.6 而之前花孤多的诅咒 偏向于心灵控制类 让你感到绝望 然后自我了断 两种诅咒分不同的类型 说不上谁强谁弱 主要还是 看使用者的实力强弱 随着怪术化为灰烬 百米高山坍塌 大地不仅没有再隆起 反而还出现了一个直径万 长的巨大坑洞 这也说明 之前的怪术 其实占据着万米大地 根本不是表面看着这么点 林墨宇让骷髅神将 带着他飞到一旁 远离了坑洞 这才安心地坐下来 收射心神 开始思索之前得到的信息 其中最重要的信息 是对图鲁的描述 图鲁虽然是种族 但同时也是世界 他们统治了一整个世界 把这个世界里的 其他种族都杀了 手杂中的图鲁 不是图鲁族 指的是图鲁界 像大世界一样的图鲁界 从神秘庄园开始 得到的所有信息 在这一刻开始串联 关于远古时期发生的事 变得清晰 图鲁族统一了图鲁界 之前可能并不叫图鲁界 更为强大 他的军队侵略了图鲁界 不只是图鲁界 还有蓝海 天堂这些都是世界 而不仅仅是种族 一个个如大世界这样的世界 被那位主人占领了 那位主神统治着数十个世界 他的强大 难以想象 直到那位神秘主人 寻找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再次引发了战争 这次的新世界很强大 双方势均力敌 那位神秘主人的军队受到损伤 各界趁机判 最终那位主人应该是战败了 林墨宇猛被一震 他想到了 自己透过黑洞 看到了大世界符文 大世界符文 受到了严重创伤 仿佛要崩溃 在联系起神秘庄园里 看见的画面 那位强者召唤出了大世界符文 一个可怕灵武的想法 从心底滋生 大世界 就是和那位神秘主人交战的世界 就算不是 大世界至少也是 被他洒过荣光的世界 所以 大世界里 还有曾经大战的痕迹 战场 混乱规则 都是当年大战留下来的痕迹 林墨宇思维散发 感觉自己触及到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秘密 从混乱规则中 得到的信息来看 那位神秘的主人 并没有真正死亡 或许某一天 他会回归 重新召集自己的军队 如果这件事成真 将是件无比可怕的结果 林墨宇不知道 自己这个大世界的最强 才能不能挡住 他的层次不够 还远远接触不到那种人物 传说中的无敌强者 是什么样的存在 能否挡住 那位神秘主人 他回想着 自己接触过的最强者 安塔瑞斯 神秘人 以及那位骑着青牛的老者 没错 那位老者是他见过的最强者 没有之一 甚至连安塔瑞斯 都不敢提对方的名讳 随着他实力提升 对安塔瑞斯的实力 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猜测 安塔瑞斯不止神尊敬 十有八九 是踏足彼岸的存在 至少也是像朱祁武那样 半步比 但这样的强者 依旧不敢提老者的名讳 可以想象 那位青牛老者有多强 或许他 可以挡住对方 林墨宇安慰着自己 大世界不是没有绝世强者 只是自己还不知道 紧接着 他不禁自嘲 我瞎操什么心呢 天掉下来 有高歌的顶着 更何况那位主人时 什么时候回归都不知道 说不定再过万年 十万年都不一定回归 真是瞎担心 林墨宇 感觉自己有些起人忧天了 真是有些好笑 休息得差不多 林墨宇 查看着脑海中的地图 这段时间 骷髅们又探索出了大片区域 大部分都是平原 在知道了 吐鲁是一方世界后 林墨宇对于广阔这个词 已经有了新的定义 在一个世界面前 几千几万光年都不算什么 何况区区几亿公里 这块地方 顶多只能算是 吐鲁界里的一块区域 可能是一处战场 仅此而已 他有种感觉 或许在这里得不到什么收益 不过 能得到这些信息 已经不需此行 按照目前得到的信息 只要他上报上去 这个任务也铁定算是完成 他很清楚 上层大 物对远古时期信息 有多渴求 估计着 他们也在寻找着远古时期的遗留 是不是也会担心 那位神秘主人的复苏 但这又关我什么事呢 保住小命 好好修炼 等到有实力了 为他们逆天改灭 9-58号区域 大漩涡外 上百只骷髅正在发呆发愣 朵莲花从虚空之中飞来 停在了漩涡外 莲花上有十八朵花瓣 呈金色 被称为十八金莲 在佛祖里 很多人都喜欢用莲花状法宝 当成自己的作嫁 莲花根据颜色不同 花瓣多少 分为不同的等级 相当于真神的罗汉 只配用银色莲花 金莲是要成为菩萨之后 才配使用 同样是金莲作贺 同样等级三严 六页金莲是低阶菩萨 九页是中阶菩萨 只有高阶菩萨 才有资格使用十二页金莲 在佛祖中 月即使用佛宝 那是要受罚的 至于眼下的十八页金莲 那是小佛陀专属的作贺 至神尊敬 就是二十四页金莲起步了 金莲既是作嫁 可以用之待步 同时也是防御法宝 防御力极为强大 金莲之上是一位小佛陀 他身披金色袈裟 头戴金色佛冠 右手托着金色圆拨 左手握着一条 有九颗佛珠串成的手串 从头到底 每一件都是法宝 简直就是从头武装到了牙齿 他停在大漩涡前 看到了在漩涡前发呆的 骷髅神战士 原本宝箱庄严的模样 皱起了眉 他极不喜欢骷髅神战士 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 哪里来的痴妹亡俩 本佛陀今日就扫面等 说着他头上的金色佛冠 绽放出璀璨光芒 化作一柄金色利剑 横扫星空 佛音鸟绕 经见所过之处 骷髅神战士如冰雪般消融 无声无息死去 因为与林默宇失去了联系 这些骷髅神战士 死了就是真的死了 并没有被不死亡灵复活 一件扫灭骷髅神战士 小佛陀熏了生佛号 阿弥陀佛 尘归尘 土归土 这是星空之中 传来震耳欲聋的笑声 金光小佛陀 你果然还活着呀 八百四十三金光 小佛陀眉头一皱 显然对来人的问话 并不喜欢 但他没有发作 而是开口道 试魂小神尊 你也还活着不是吗 那是当然 老子怎么可能会死 震耳欲聋的声音中 一艘属于恶魔的战船 飞了过来 稳稳停住 恶魔的战船 张牙舞爪 争鸣无比 与金光小佛陀的十八朵金莲 形成鲜明对比 这艘战船散发着 近乎神尊的气息 是神尊镜的战船 金光小佛陀带着羡慕 多看了战船一眼 虽然模样不好看 但实打实的神尊镜战船 比他的十八夜金莲 要强不少 甚至 他全身家当家一起 也抵不过这艘战船 试魂小神尊 从战船中飞出 稳稳停在金光小佛陀面前 两人相隔仅有千米 已经是非 尝尽的距离 试魂小神尊说道 家伙事都准备好了吧 金光小佛陀说道 都准备好了 希望事成之后 试魂小神尊不要食言 试魂小神尊哈哈大笑 我们试魂一戏 和你们金光一戏 又不是合作一次两次了 怎么 会食言 阿弥陀佛 善哉 金光小佛陀宣了生佛号 那我们事不宜迟 就进去吧 好 小佛陀请 试魂哈哈一笑 挥了挥手 做出请的姿势 金光小佛陀看了他一眼 脚踏金连飞入漩涡 吐鲁界内 刚刚有些新发现的林墨宇 忽然停顿了下来 骷髅神战士的名额 忽然有了空缺 返回大世界的那些骷髅神战士 被人杀了 林墨宇目光发冷 有人杀了他的骷髅神战士 而且极有可能 已经进了吐鲁界 进吐鲁界他不在乎 但是杀骷髅神战士 那就是和自己结仇了 这两界彼此无法联系 所以林墨宇并不知道 到底是谁干的 但这不重要 现在吐鲁界里 有数百万只骷髅在行动 只要对方进来 总能知道 林墨宇朝着新发现的地方前进 偌大的平原上 总算见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一朵巨大无比的血色鲜花 孤独地树立在广阔无边的平原上 这朵鲜花堪比高山 足有数千米高 巨大的花瓣 在微风中轻轻摆动 没有意外 他也死了 现在看到的只是尸体 经过亿万年的岁月 尸体没有任何腐化 依旧在那里鲜艳如血 这朵花和林墨宇最早碰到的花孤朵 一模一样 只是它更大 花孤朵可以看作它的幼年 而这朵花已经成年 已经彻底胜放 它的实力境界 已经达到林墨宇无法想象的程度 至少是彼岸 或许不止彼岸 花瓣层叠叠 在花瓣上有不少伤口 有些花瓣几乎被斩断 如此高的鲜花 数千米的高度 同样承受着吐鲁大地的强大拉力 只是这种拉力 对它来说 等同于无 它的实力太强了 强到尸体都无比害人 无视了拉力 林墨宇知道自己 不可能飞上去 数千米的高度 不是它可以企及的 而且就算它能飞 它也不敢上去 连那棵怪树 都留下了可怕的诅咒 这朵明显更强的鲜花 怎么可能没留下诅咒 林墨宇 只是站在数万米开外的地方 远远地绕开 忽然一阵风吹来 平原一直有风 并不奇怪 这次的风却有些不一样 伴随着微风 林墨宇的头顶 忽然亮起了蓝色光芒 诅咒降临 思绪瞬间变得混乱 对人生绝望 想要自杀的情绪 不可抑制地蔓延 林墨宇努力集体自己的意志 要斩断这种 不应该有的想法 他在瞬间 回忆着自己的过往 想着自己的爱妻 想着自己的姐姐 想着一个又一个美 子的过去 希望之火在心中 在灵魂中熊熊燃烧 驱逐不该有的悲观 终于 那种绝望的情绪 被逐渐扫除 半秒后 状态免疫 发动 无形的力量 抵挡灵魂世界 抹掉了所有悲观 比起前两次 这一次 林墨宇变得极为镇定冷静 从诅咒中恢复过来后 林墨宇看着万米开外的 血色鲜花 怎么会有诅咒 诅咒的威力 似乎不是很强 是因为距离远的关系吗 可诅咒是怎么触发的 林墨宇目光如电 搜索着所有触发诅咒的可能 终于 他有了一点发现 这里的平原 与其他地方不同 他看到了不远处的平原上 长着一层很薄的小草 看似小草 但又像是苔藓 很薄很薄的一层 颜色与大地相近 以至于他刚才没注意到 亿万里平原走过来 一成不变的大地 让他忽略了苔藓的存在 在苔藓上 覆盖着一些微小的花粉 花粉很小 零零散散 肉眼无法看到 哪怕用足目力也看不到 用灵魂感应同样如此 花粉就像是不存在一样 只有亡灵视野 才能看到花粉 那比粉末还要微小的花粉 随着风在空中飞舞 越是靠近鲜花 花粉的数量就越多 不过花粉大部分 集中在鲜花方圆万米的范围内 只有少数离开了这个范围 刚才的风带动了花粉 有一粒花粉飞到了自己身上 从而引发了诅咒 但花粉微小 由他引发的诅咒 威力并不强大 就算没有状态免疫 他也能扛过去 林墨宇在心中估算了一下 如果意志足够坚定 灵魂品质只需要达到三品高阶 就有 几会扛过去 而一般神王进高阶的修炼者 灵魂品质 大多都已经达到了三品高阶 问题还是出在意志上 在诅咒的强烈冲击下 人生会陷入深深绝望 如果意志不够坚定 会沿着诅咒的方向走 最终走向灭亡 这是心灵类的诅咒 有着强烈的蛊惑与引导作用 那三个身重诅咒 活着回来的人 应该重的就是心灵诅咒 意志不够坚定 最终心神崩溃 灵魂湮灭 除非抹掉他们的灵智 可诅咒深入灵魂 侵蚀意识 已经成了潜意识 抹掉灵智也 定有用 诅咒是一种可怕的攻击方式 擅长诅咒的吐鲁族 同样是个可怕的种族 也难怪他们能统治整个世界 这就更体现出了 那位神秘主人的可怕 又是一阵风吹来 吹起了不少花粉 灵魂宇几乎本能地迅速后退 但才退出几步 他忽然又停了下来 灵魂世界中 在清除了所有诅咒力量后 灵魂宇忽然发现 自己的灵魂似乎变强了一 他的灵魂早就达到了四品巅峰 欲魂生子 但之后好长时间 不再有任何变化 他的修为从真神一路提升到了神王 肉身也达到了神王境 可灵魂始终没有长进 在别人眼里 灵魂宇的灵魂已经十分强大 甚至已经打通了前往彼岸的路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朱祁武才特别看重灵魂宇 觉得他未来可期 在朱祁武眼中 灵魂宇的灵魂已经十分完美 即便是他 也不过如此 可在灵魂宇眼中 灵魂始终没有提升 还是有些不满 之前遭受怪术的诅咒 自己差点生死 如 前马好 果灵魂能再强一点 突破四品达到五品 想来就不至于如此 现在灵魂宇忽然发现 灵魂竟然增强了一丝 心中顿时涌现出万般喜悦 与诅咒进行对抗 相当于魔力意识 修炼灵魂 和用闪心闪火修炼肉身 异曲同工 终于找到了修炼灵魂 提升灵魂的方法 灵魂宇眼睛发着光 身边光芒一闪而过 佛音乍现毛 佛国乌妖出现在身边 佛音送唱 在广阔平原上回荡 借助佛国乌妖 灵魂宇使用了窥真术 窥真术勾动命运法则 荡起连依 从未来的众多可能性中 截取了一些片段 反馈至 沐沐于脑海 灵魂宇看到了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嘴角不禁仰起 自己的想法可行 灵魂宇不禁反退 迎风向前 他要接触花粉 承受诅咒 然后对抗诅咒 借花粉诅咒提升灵魂 灵魂宇不会无脑地冲过去 魔力也需要按部就班 由一致难 一点点来 他是修炼 不是送死 迎着风 转换成亡灵视野 主动接触到了一粒花粉 头顶亮起蓝光 诅咒降临 思绪再次陷入混乱 悲观 绝望的情绪 自灵魂深处升起 这一刻 想要自杀的念头 被放大了无数倍 灵魂宇用意志进行对抗 同时控制状态免疫 不让他驱逐诅咒 这样才能让意志和灵魂 得到最好的锻炼 获得最佳效果 诅咒的力量 惊涛骇浪般扑来 灵魂宇感觉自己的意志和灵魂 就像是巨浪中的一小船 随时都会倾覆 一旦轻覆 那就是万劫不复 意志一旦被侵蚀 被扭转 比什么都可怕 当一个人一心想去自杀 想要去死的时候 谁都救不了他 灵魂宇的意志 对抗着诅咒 驱逐着各种负面情绪 在对抗的过程中 意志得到磨炼 灵魂得到升华 短短一分钟之后 诅咒退去 灵魂宇最终获得了这场 对抗的胜利 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仅仅一分钟的对抗 消耗了大量心力 但是灵魂宇的眼神 却带着兴奋和激动 843可以 真的没问题 灵魂踏入无品 就在即日 短短一分钟的对抗 让他的灵魂 再度提升了一丝 御魂生子 原本灵魂中心 有一抹紫色 此时这抹紫色有所壮大 虽然壮大幅度很小 可真的比之前强大了一丝 只要坚持下去 用不了多久 紫色就会越来越强烈 直至占据整个灵魂 从四品巅峰的御魂生子 踏入无品 变成无品紫玉魂 当所有神尊都在努力 让自己的灵魂 朝着无品紫玉魂努力的时候 灵魂宇已经以神王之 领先众人 短暂的休息恢复后 灵魂宇再度朝着花朵走去 主动接纳花粉带来的诅咒 草原上的风 一阵接着一阵吹来 灵魂宇控制着节奏 每次只接触一粒花粉 如今他距离花朵足有五万米 这里的花粉数量很少 灵魂宇可以自如控 自己接触的花粉数量 先是一粒粒地接触 等到适应之后 意志和灵魂双双变强后果 再接触更多的花粉 到时可以试着同时接触两粒 或三粒 花粉越多 诅咒就越强 两天后 灵魂宇已经朝着花朵 靠近了足足一万米 他现在已经开始同时接触两粒花粉 两粒花粉带来的诅咒 比起之前强上50%左右 和灵魂宇所猜测的一样 同时触碰的花粉越多 诅咒越强 短短两天 灵魂宇的意志变得更加强大 灵魂中的紫色也变多了不少 原本只占据着心脏位置 现在连整个胸部都被紫色所占据 而且紫色还有向腹部蔓延的趋势 灵魂变强了 灵魂宇感觉自己的灵魂 至少比刚进入土鲁界时 强大了一倍 虽然依旧在四品巅峰的层次 还没有达到五品 可真的变强了不少 同样是四品巅峰的灵魂 其间也有不少差距 收获变成最大动力 灵魂宇继续接受花粉的诅咒 继续磨练着灵魂 同时接触的花粉再度变多 他开始同时触碰三粒花粉 诅咒也再次变强 等到适应之后 再次增加花粉数量 灵魂宇的适应速度越来越快 可以同时接触花粉的数量 也在迅速提升 第五天后 灵魂宇已经可以同时触碰十粒花粉 同时触碰十粒花粉 引发的诅咒 比最初时强大了五倍有余 不过对灵魂宇了没有认 可危险 灵魂中的紫光 已经覆盖了胸部和腹部 似乎要朝着四肢蔓延 此时他距离花朵 只剩一万米 灵魂宇停下了脚步 一万米区域的苔显 明显要厚上一层 花粉数量也上了一个台阶 变得更多更迷 一万米的区域 可以视作是花朵的核心区域 但进入和FBitch 新区域 灵魂宇知道 自己可能无法再轻松控制 到时一不小心 就需要面对几十 甚至上百粒花粉 同时触碰的结果 那样诅咒之力 将会十分强大 他不一定能承受得住 若是运用 状态免疫 或许不会有危险 磨练灵魂的效果 也将大打折扣 可若是他就此止步不前 以目前的花粉密度 同时接触十粒花粉 就是极限 十粒花粉对自己的灵魂 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 哪怕运气好 同时触碰到十一粒花粉 偶尔的一次 也没什么用 它需要几十上百次的触碰 才能让灵魂快速进步 灵魂语试着用自己的力量 去控制花粉 但是没用 花粉根本不受控制 似乎只有平原上的风 才能对花粉起到作用 这世吐鲁界 是和大世界不一样的世界 有着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规则 或许在风里 也蕴含着灵魂语 看不懂的奥秘 进还是不进 如果想要继续提升灵魂 那必须要进 关键就是怎么进 在没有想到对策的情况下 贸然闯入 会是什么结果 佛音自灵魂语身边响起 佛国乌妖再次出现 灵魂语果断借助了 佛国乌妖的窥真术 查看自己进去后 可能会引发的问题 未来是不确定的 但知道一个可能性极大的结果 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好 灵魂语从不迂腐 窥真术这么好用的术法 自然要竖尽其用 佛国乌妖动用了窥真术 术法无声无息 传递出一种奇怪的波动 命运法则中的未来片段被遇见 呈现在灵魂语的脑海里 灵魂语看到了 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某些画面 结果却让灵魂语出乎意料 他进去了 同时触碰了数十粒花粉 他开始奋力与花粉对抗 整个人一动不动 灵魂语清楚 这是必然的结果 花粉引发了强大的诅咒 必然会让自己陷入呆滞 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这几天一直都是如此 只是每次呆滞的时间都很短 一般不会超过一分钟 而且他布置了骷髅神匠在外面 不怕有什么东西会偷袭自己 可是在进入万米内的核心区域后 一切发生了变化 大量花粉落在身上 不断触发着诅咒 头顶上不断有蓝光冒出 有的时候 一次诅咒还没有结束 下一波诅咒已经开始 依靠着状态免疫 灵魂语一次次驱逐诅咒 但又一次次不可避免地陷入诅咒 状态免疫 面对超越神尊敬的诅咒 只能做到事后驱逐 而无法做到实时免疫 灵魂语看到自己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陷入了呆滞状态 失去了对身体的操纵权 无去动弹 此时 身后远方 一道金光亮起 在未来画面中 金光化作利剑 扫灭了自己 布置在外面的骷髅神将 随后两人出现在了视线中 一个人全身金光璀璨 头戴佛官 身披金丝袈裟 脚踏实 夜金帘 左手托着金波 右手握着一串佛珠 另一人面目猙獰 头上长着一根独角 独角上似有闪电跳动 散发着让人心悸的力量 两人到来后 对自己发动了猛烈攻击 自己因为受诅咒影响 无法动弹 画面就此结束 林默宇并没有看到结果 但是不难想象 结果并不美丽 佛族的小佛陀 恶魔族的死咒魔 小神尊的境界 他们怎么会一起到来 看来两族间的关系 有些不同寻常 都说佛族交友广阔 虽然不与任何一族为敌 但也没有哪个种族 愿与佛族为敌 林默宇眼神变得凌厉 生腾起淡淡杀意 同时他也对那位小佛陀手中的金波 产生了一些兴趣 在刚才的画面中 那只金波似乎正在收取花粉 原本林默宇是看不见的 可是在花粉进入金波的时候 被金波的光芒所照耀 这才显露出了一些 与众人不同的光点 那个小佛陀的金波 似乎可以收取花粉 如果我用金波控制收取花粉 再控制数量 对自己进行诅咒 林默宇想到了一个 似乎可行的方法 可以自如控制花粉 继续锻炼自己的灵魂 真是打瞌睡了来枕头 不错不错 林默宇嘴角带笑 他不再继续前进 后退千米 静静等着二人到来 未来的结果或许可以改变 但大的方向不会变 小改可改 大劫不动 林默宇明白这个道理 不会因为自己不进入这万米区域 小佛陀和恶魔就不来了 他们的到来 与自己是否进入万米区域 并没有什么关系 连接亡灵视野 林默宇通过布置在外面的 那些骷髅神将 查看着情况 很快 两朵炽烈强大的灵魂之火 出现在亡灵视野里 骷髅神将迅速后退 并不与之发生接触 在窥真术的画面中已经看到 骷髅神将根本挡不住他们 没必要白白送死 两人静止朝着花朵的方向而来 显然他们知道这里有什么 既然如此 林默宇也不着急 就这样默默等待 十几分钟后 两人出现在了视线里 金光小佛陀 全身金光璀璨 佛气滚滚 宝香庄严 和浑身漆黑 面目猙獰的恶魔 格格不入 林默宇仔细观察小佛陀 发现他并非人族 他长着一张人脸 与人族的容貌 有着七八分的相似 但是在他的下半身 却是余身 他落在十二叶金帘上的 也不是腿 而是一条布满灵片的鱼尾 他曾经是星空于人族 林默宇的心中出现疑惑 星空于人族 与外族的往来棘手 很是神秘 没想到他们之中 也有人加入佛族 看来佛族的能力 远超自己想象 林默宇看见二人的时候 二人也看到了林默宇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人族与恶魔族的仇恨 已经持续不知道多少年 基本见面 就要杀个你死我活 试魂小神尊眼中冒光 独角上的雷电更为密集 但是他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转头 看了眼金光小佛陀 似乎是在询问金光小佛陀的意思 金光小佛陀 给了试魂小神尊一个眼色 随后朗声对着林默宇说道 阿弥陀佛 没想 倒能在这里见到人族的朋友 真是意外 林默宇呵呵一笑 我也没想到 在这里能见到佛族的小佛陀 还有恶魔族的小神尊 没想到 从不与任何种族为敌的佛族 竟然已经和恶魔族联手了 此话一出 金光佛陀脸色大变 这位朋友 你莫要胡说 我佛族超然事外 从不参 百个族争斗 林默宇嗷了一声 你说 别人会信吗 他仰了仰手中的刘影时 刘影时记录下了眼前的画面 金光小佛陀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他之前并不想与林默宇动手 因为林默宇是人族 并不好招惹 其次 能来到这里 而且还安然无恙 说明林默宇实力非常强大 他来这里只是办事 并不想节外生枝 但现在林默宇仅仅是两句话 就把他逼上了绝境 佛族向来宣称与世无争 从不参与各种族之间的争斗 所以他们在大世界中地位超然 其他种族也不会来招惹他们 求仙花 如果让别的种族知道 他们与恶魔族在一起 那样 他们曾经的宣扬就会被彻底打破 多少年来树立起的种族形象 也会被颠覆 尤其自己是小佛陀 身边是恶魔族的小神尊 如果被小心使用一下 完全可以造成 佛族已经与恶魔族联手的假象 就算别人没完全相信 以后也会对佛族心存芥蒂 就他所知 佛族与精英族也有一些暗中的合作 或许这件事传出去 会破坏他们与精英族之间的合作 金光小佛陀在一瞬间想了很多 脸色顿时变得阴沉 人族的朋友 你这样会惹祸的 把刘尹识交出来 小僧做主 放你一条生路 林墨宇呵呵一笑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人族什么时候怕过威胁 试魂小神尊冷笑道 哪来这么多废话 直接把他杀了不就好了 死人又不会说话 他的想法更加直接简单 杀了林墨宇 一聊百聊 阿弥陀佛 金光小佛陀熏了生佛号 既然施主执迷不悟 那也怪不得小层了 他给试魂小神尊使了个眼色 试魂小神魂早就等了多久 当即哈哈大笑 头顶独角爆出电光 一道闪电凭空出现 劈向林墨宇 闪电速度很快 但受到吐鲁街的影响 变得有迹可循 远不如大事件 林墨宇随意一步 踏出避过闪电 灵力的剑光从四面八方飞来 瞬间笼罩了试魂小神尊 试魂小神尊无视剑光 独角上雷光瞬间扩大 变成雷球笼罩着自己 剑光打在雷球上 只是打得雷球发生轻微变形 无法攻破 骷髅神将只是神王九阶 对付试魂小神尊还差了一截 雷球炸开 化作无数电蛇 沿着剑光所来的方向射去 天空之上 大地远方 一团团雷光炸开 骷髅神将没能避过 被轰了个阵阵 纷纷被炸得粉身碎骨 阿基 无用的手段 去死吧 试魂小神尊不懈怒吼 再次朝着林墨宇发动攻击 一颗雷球飞出 随后引入虚空 下一瞬 雷球突兀地出现在了林墨宇面前 轰然炸开入 林墨宇感觉自己被锁定 当即展开亡灵之意 准备切断锁定 但还是慢了一步 试魂小神尊的攻击 来得无比快速凌厉 雷球瞬间出现在眼前 随后炸开 惊雷巨像轰鸣屋不止 大片空间化作雷海 吞噬了林墨宇 紧接着第二颗 第三颗 第四颗雷球飞出 爆炸一声接着一声 地上的苔藓被炸毁 露出了地面 地面又被雷霆炸出裂缝 苔藓受到攻击 隐藏在下面的花粉当即飞出 花粉就像是有了目标 朝着试魂小神尊飞去 此时金光小佛陀手中的金波闪闪发光 把这些花粉全部收了进去 金光小佛陀口中送着无名佛经 金波中的光芒变得更加璀璨 进入里面的花粉在金波中被消融 最终消失 金光小佛陀以佛族的术法 化解花粉中的诅咒之八四三粒 但是这样做 效率并不快 金光小佛陀化解的速度 有些跟不上吸收花粉的速度 不禁出声提醒 你悠着点 小 曾来不及了 试魂小神尊听闻后 这才停了下来 带着冷笑 这家伙 应该尸骨无存了 此时他已经砸出至少五十颗雷球 大片区域被夷为平地 雷海还在持续 此时雷海如波浪般起起伏伏 林墨宇完好无损地从雷海中走了出来 试魂小神尊脸色大变 你怎么没事 这不可能 林墨宇微微一笑 你不知道吗 在这里 所有的法则都会被削弱 威力只有大世界的1% 即使你是小神尊 想杀我 似乎也不容易 各种法则的攻击力 都被吐鲁界的力量削弱了 但林墨宇的肉身没有被削弱 他的被动 拳法没有被削弱 刚才的攻击 只有大世界的1% 落在林墨宇身上 被亡灵军团分摊 军团统治者又不断进行治疗 对林墨宇来说 就算被炸上几天几夜 都不会受伤 试魂小神尊听闻之后 先是愣了一秒 随后才放声笑道 我倒是忘了 确实是这样 可惜 你可能不知道 在这里 诅咒类数的威力 并不会被减弱 林墨宇愣了一下 这一点倒是他没注意到的 想来也正常 吐鲁族擅长的就是诅咒 在自己的老家 自然不能削弱诅咒的力量 如果有可能 还要尽量增强诅咒的力量 试魂小神尊见林墨宇发愣 觉得林墨宇是被吓着了 哈哈大笑 我是死咒魔一系 你应该明白了吧 死咒魔 擅长诅咒 是恶魔族中极为特殊的一系 他们数量不多 但战力强大 诅咒之术十分诡异 不过林墨宇也知道 死咒魔擅长的诅咒类 是攻击类诅咒 其中分为 针对肉身的攻击 和灵魂的攻击 班死咒魔只修炼其中一种 不知道眼前这个家伙 修炼的是哪种 但不管哪种 林墨宇都不害怕 试魂小神尊在笑声之中 锁定了林墨宇 额头上的独角雷光 变得艳红 紧接着一道雷霆飞出 瞬间划破空间 落在林墨宇身上 林墨宇没有躲 其实也躲不过 诅咒是很难躲避的 基本上只能硬扛 林墨宇头顶泛起红光 红色雷霆化作一柄大刀 斩向林墨宇 同时这一刀也出现在灵魂世界上 重重斩向水晶壁垒 可惜诅咒大刀还没落下 状态免疫 被动术法 已经先行一步发挥作用 一股无形的 力量横扫而出 瞬间破灭了诅咒 对于那些超过了 神尊境界的诅咒 状态免疫体的反应 要慢上半拍 需要积蓄足够的 力量才能驱逐诅咒 但是 对连神尊都不到的诅咒 状态免疫 这一被动术法 就像是赶苍蝇一样 随手 久他赶跑 林墨宇泰然自然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这就是你的诅咒 试魂小神尊 露出不敢置信的模样 你怎么可能没事 这不可能 这是他第二次 叫出不可能三个字 没等林墨宇回答 一旁的金光小佛陀 已经开口 这位施主能走到这里 自然有对抗 诅咒的方法 你用举咒是无用的 林墨宇呵呵一笑 还是你看得明白 金光小佛陀继续说道 小僧还是那个意思 施主交出流饮食 小僧不与施主为难 林墨宇摇头 他随手一挥 扔出十几块流饮食 你要哪块 随便挑 金光小佛陀的脸色 彻底阴沉了下去 他知道今天的事 无法化解了 十几块流饮食 都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 即使林墨宇交出流饮食 在没有查看之下 也 下回知道真假 而且谁也不知道 林墨宇录制了几分 金光小佛陀在心中骂道 这是什么人 哪个正常人 会随身带这么多流饮食 这玩 一瓶食又用不着灵 他哪里会知道 林墨宇的这些流饮食 都是战利品 至于什么时候得到的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打着打着就有了 流饮食也不值什么钱 卖了大部分 自己留下了一些 没想到 在这里还真用上了 小佛陀宣声佛号 即是如此 施主今天就留在这里吧 他终于出手了 头上佛观绽放金光 化作一柄金色利剑 展相林墨宇 同时佛陰鸟绕 直冲灵魂 灵魂世界外 出现了一尊佛像 佛像口诵经文 想要影响灵魂 佛陰之下 灵魂反应变慢 行动也会变得僵硬 而在外界 又有佛光所化的利剑 进行斩杀 林墨宇的灵魂品质太高 完全无视了佛陰 但他并没有闪避 深周出现波动 隐隐浮现大量海骨 利剑 斩在海骨之上 受到了一些阻拦 随后金色利剑突破海骨防御 落在了林墨宇身 林墨宇窥然不动 硬生生受了这一剑 摇头道 威力不足啊 他身上同样金光闪闪 神王进二阶的肉身 配合着 伤害转移 完好无损地接下了这 剑 小佛陀脸色一变 棘手 一起上 不能让他离开 试魂小神尊冷笑一声 放心 他走不了 此时林墨宇拿出一块血肉 一块散发着 神一点六尊气息的血肉 换两个小神尊 也不知道划不划算 罢了 速战速决吧 心中一动 海骨地狱降临 瞬间笼罩二人 不等二人冲破海骨地狱 二人身上轰然炸出 美丽烟花 试魂小神尊口中 发出一声惨叫 身体被炸得四分五裂 金光小佛陀同样惨叫 身体轰然破碎 但此时金丝袈裟闪闪发光 硬生生把他要破碎 的肉身重新拉了回来 金光小佛陀受了重创 但受到金丝袈裟的保护 并没有死 他亡魂大冒 不知道林墨宇用了什么手段 可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要逃 立即逃 他发现 自己惹错人 眼前的这个家伙 是个十足的变态 他刚转身 眼前猛的一黑 一个庞然大物从天而降 金光小佛陀 还来不及看清是什么 就被重重压在身上 十万米之巨的骷髅王 伴随着不死火焰 从天而降 正好压住了 想要逃跑的金光小佛陀 林墨宇哑然失笑 这似乎也太巧了点 金光小佛陀 全身爆发出璀璨金光 手中佛珠飞出 在半空中 化成一尊百米佛像 百米佛像抬手托起骷髅王 佛像力量巨大 不知道多少众的骷髅王轻易 就被他掀起 金光佛陀狼狈无比地从中飞出 头也不回飞向远方 骷髅王趴在地上 努力地挥了下手中的骨剑 他无法起身 但不妨碍他施展展身一剑 金光小佛陀身上 突然亮起明亮剑光 惨叫声中 剑光将他吞噬 金光小佛陀依旧没死 金丝袈裟再度救了他一命 金丝袈裟连着两次 为他挡下致命攻击 袈裟上多处破损 同时 金光小佛陀的伤势变得更重 骸骨地狱如期而至 在他惨叫当口 又重新落在了他身上 不死火焰从四面八方袭来 同时里面的十几个神王九阶的奇妙之灵 同时灵武出手 用其压力攻击着金光小佛陀 若是在平时 金光小佛陀根本不会在乎他们的攻击 可现在他身受重伤 这些攻击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光佛陀惨叫连连 此时灵墨雨手指一点 一道红光落下 融合术法 时间诅咒 灵魂受到攻击 金光佛陀爆发出更为凄厉的惨叫 此时他头顶的佛观闪闪发光 有无数金色流印钻进了他的脑袋 迅速为他稳住伤势 去除疼痛 真是不错的好东西啊 既可以用来攻击 也可以治疗伤势 灵墨雨带着调侃 但攻击并没有放松 他的气息节节攀升 迅速突破本身的境界限制 本源术法 剧烈 眨眼间功夫 灵墨雨已经突破了神尊九阶 此时灵墨雨一脸轻松 无论是肉身还是灵魂 都没有感受到压力 他感觉自己还能继续向上提升 借助本源术法的力量 以及庞大的亡灵军团 他完全可以突破到神尊境 就在他准备突破 看看神尊境风景的时候 骤然停了下来 他意识到 如果在这里突破神尊境 或许会惹来大麻烦 这个世界是不允许神尊境以上进入的 极限就是小神尊境 规则还是不要打破得好 灵墨雨轻笑一声 把境界停留在了小神尊巅峰 看了眼已经跑出上万公里的金光佛陀 他随意取出一柄真神镜的长剑 随手挥出 斩神一剑 比起骷髅王更为强大的斩神一剑 剑光一闪而过 随后在万里外的金光小佛陀身上炸开 金光小佛陀身上的袈裟彻底崩灭 这一次袈裟再也承受不住攻击 彻底毁坏 剩余的力量轰进了金光小佛陀的身体里 把他的身体撕得四分五裂 从破碎的身体里 一个小小的灵魂破体而出 逃向远方 佛族的小佛陀 宝贝真不是一般的多 很可惜 你逃不走 金光小佛陀的灵魂被一个金色圆环保护着 这才幸免于难 但是没有肉身 灵魂变得极为脆弱 小佛陀毕竟只是小佛陀 还不是真正的佛陀 他们的灵魂还没有进入过法则星河 没有接受过法则星河的洗礼 灵魂还是差了许多 现在只要来一些高阶神王 就足以杀死他 很不巧 灵魂宇在周围安置了大量的骷髅神将 数量成千上万 有骸骨地狱的标记 无论他逃到哪里 都会被灵魂宇感应到 根本别想逃开骷髅神将的追杀 亡灵视野下 广阔的平原 金光小佛陀的灵魂之火 是那么妖艳显艳 轻易就能被捕捉 一道道灵力渐气 从四面八方袭来 之前被他看不起的痴魅亡两 此时成了索命厉鬼 金光小佛陀狼狈无比 东躲西藏 但是毫无用处 灵魂宇已经收拾好战利品 尾随而至 仅仅半小时后 灵魂宇再度追上了金光小佛陀 海谷地狱降临 金光小佛陀的灵魂上 写满绝望 除了绝望还有惊恐 他在海谷地狱里 看到了弑魂小神尊 此时的弑魂小神尊 通体变成灰色 朝自己发动最为猛烈的攻击 你是魔鬼 金光小佛陀 发出绝望的怒吼 但是没用 灵魂宇用冷笑回应了他 金光小佛陀知道自己 再无幸存的可能 忽然双手合十 口中吐出佛音 一部无名经文 从他的口中吐出 落在灵魂宇耳中 感觉有些不对劲 金光小佛陀的灵魂 在经文中变得凝固 强大 佛光越来越强盛 他化身一尊金身佛陀 不是小佛陀 而是真正的佛陀 立地成佛 灵魂宇想到了佛族的一个秘法 立地成佛 在短时间内 化身佛陀 拥有佛陀战力 但是这种秘法 在佛族里 也属于不传之秘 会得人少之又少 这是用来拼命的 一旦使用 轻而重伤 重则直接圆寂 灵魂宇眉头一皱 没想到小佛陀 竟然还有如此招数 佛陀象成 灵魂宇脸色猛然大变 化作流光向远处逃去 他的灵魂中景深大作 就如同当日古佛掌印来袭时一样 灵魂宇想都不想 逃得飞快 而且这次的危险比上次更盛 灵魂宇看到了未来的一灵半照 立即知道了怎么做 骷髅神八百四十三将 纷纷消失 全部收回 海谷地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灵魂宇不敢留下一丝一毫自己的足迹 天知道 对方会不会通过某种方法追踪自己 刚刚完成立地成佛的金少小佛陀愣了 自己虽然立地成佛了 但没有肉身 也没有法 侧心和战力比不上真正的神尊 他其实就是不甘心 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可是灵魂宇 为什么逃了 逃得这么干脆 他愣在当场 愣了足有两秒 等他回过神 想要去追时 原本昏暗的天空 忽然变得一片通红 隐藏在云层之后的火光 忽然显露出来 把整片大的都照得通红 灵魂宇已经跑出万里 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通红 他抬头一看 心神巨震 云层之上 哪里是什么火光 全是赤红的诅咒之光 赤红色的诅咒之中 蕴含着让人绝望的力量 诅咒的类型 一般可以通过颜色来区分 红色的诅咒 基本上就是攻击类的诅咒 不是攻击灵魂 就是攻击肉身 或者两者一起攻击 天上的红光 就是攻击类的诅咒 庞大无比的诅咒 一股恐怖威压降临大地 林墨宇当场被压在地上 动弹不得 他终于明白 在这里突破神尊 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他的视线中 一道红光从天而降 落在了金光小佛陀身上 随后不死火焰所化的灰色火龙 用力一搅 大日被搅碎 炸成碎块 灰色火龙张口一吞 把所有碎块 全部吞入腹中 再接着一吐 九颗火球硬生飞出 穿过了幽冥沼泽子的大地 落到了刚刚成型的黄土沙漠上 变成了L颗挂在天空的火球 原来黄土沙漠上的火球 是这么来的 林墨宇这才知道 九颗火球的由来 同时他也明白了另外一些事 不死火焰绞碎大日之后 并没有回归天空 而是冲向了被撕开的裂缝 他仿佛很不满意这道裂缝 火焰中裂缝重新合拢 幽冥沼泽子重新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幽冥军团长再度发出诅咒 诅咒第二批进来的敌人 在诅咒声中 第二批进来的敌人精血 法则全部被抽干 他们的一切都变成了黄土沙 场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作为旁观者的林墨宇 也不禁发出一声叹息 虽然是第一级团军败了 但败得并不彻底 第一级团军还有机会 等着他们的主人回归 第一级团军战斗到最后的画面 深深印在了林墨宇灵魂中 无法再抹去 大日制考下的墓碑正在缓慢修复 最外围的那些墓碑 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 而越是深入的墓碑 损伤就越小 这也造成了 他们记录的影像各有不同 有些记录已经在当时被毁坏了 只有优异军团长的墓碑 才记录了完整的过程 经此一役之后 林墨宇终于明白了前因后果 知道了幽冥沼泽子的由来 他从远古时期就一直存在 经历了战火 始终不灭 他正在恢复 正等待着他的主人归来 林墨宇心中骇然 他已经无法想象 优异军团长口中所称的主人 能强到什么地步 综合着自己的经验 林墨宇觉得 优异军团长口中的主人 和神秘庄园城堡主口中的 人 以及远古坟墓那位将军口中的主人 应该是同一个人 求仙花 一个拥有着无比强大军队 实力无可想象的强者 但是影像并没有到此结束 还在继续 林墨宇的意识还没有回归 依旧俯瞰着大地 游冥沼泽陷入了寂静 不死火焰恢复正常形态 继续辐射着大地 在他的照耀下 受到重创的沼泽 正在缓慢恢复 优异军团长 也回到了自己的坟墓 林墨宇的心 仿佛也随着整座游冥沼泽 一起沉寂下去 他陷入了一种 昏昏欲睡的奇特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里 不知道岁月的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金属的摩擦声 把林墨宇惊醒 他的醒来 仿佛也带动了 整座幽冥沼泽子的苏醒 原本已经死去的 猩猩怪复苏了 他们站了起来 在大地上游荡 沼泽里的腐尸也复苏了 腐尸和猩猩怪不共带天 彼此间开始爆发一场 又一场大战 冬年无休 没有尽头 死后的猩猩怪 在不死火焰的照耀下 灵魂之火 重燃 但没有意识 只剩下最后的本 能成了 只知道战斗的傀儡 猩猩怪与腐尸之间的战斗 大多不分胜负 可这里毕竟是腐尸的主场 无数年来 猩猩的数量逐渐减少 只是这种减少的速度 很慢很慢 腐尸想杀光猩猩怪 需要无数岁月 时间就这样过去 大战不断在进行着 幽冥沼泽之下 黄土沙漠里 出现了无数怪物 黄石沙漠 是以猩猩怪的精血 法则亦是为基础产生的 这里面种种 都蕴含着猩猩怪的潜意识 无数种原因综合之下 黄土沙漠有了自己的规则 直至有一天 有一帮人闯进了黄土沙漠 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来到了幽冥沼泽 他们深入幽冥沼泽 和猩猩怪发生激战 这些人就是徐青阳在内的 23名小神尊 大量猩猩怪被他们杀死 最终引来了 小神尊境界的猩猩怪 他们被打得落荒而逃 这些小神尊 基本上都死了 没有幸存 仅有几位逃过了猩猩怪的追杀 但最终也死了在沼泽里 徐青阳在其中是十分幸运的一位 他携带的魂猪品杰非常高 挡住了沼泽的腐蚀 咦 是他 在这一段段画面中 林墨宇看到了一个人